今儿跟各位聊聊 中国最辉煌的一个朝代 唐朝都说汉武帝让汉人有了尊严 那么盛世大唐 就让全世界都记住了汉人 而说到唐朝 那就不得不提唐太宗李世民 不得不提他开创的贞观之志 当然故事的开始 李世民还只是秦王 离唐太宗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随朝末年 随阳帝阳广荒淫无度暴政虐明 俗话说得好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因此天下大乱 靖阳留守李渊趁机新兵南下占领长安 并于公元618年称帝 可能对于这个人大家不是很了解 但他有个儿子那绝对是享誉中外 也就是李世民 而李渊在称帝的第三年 就已经成为中华大帝上最有影响力的人 之一 只要他能在率兵打败三位劲敌 李唐皇朝就能在全国上市 这三位劲敌分别是 洛阳的王世冲 河北的窦剑德江南的消息 当然李渊早就对这三人动了杀心 但这仨毕竟都是个硬查 到底什么时候动手 先动谁 能不能干死他 李渊心里没个具体想法 不过好在他还有个好大 有问题就可以找他 于是好大的秦王李世民 很快就来见老爸 然后就开始发表讲话 他告诉老爸 咱要东出的话 首先要打就打河南的王世冲 李渊听此有点担心 如果王世冲与窦剑德联合起来会怎么办 我不会让他们联合 事情 总是有会 可不会吧 二郎 我问你 如果他们真的联合起来了 怎么办 李世民却自信地表达 爹要王世冲在河南 窦剑德在河北 中间隔了条黄河 而黄河是不好过的 还有请神容易送神南 即使他们联合也会互相猜忌 这可是兵家大忌 所以老爸咱干他没事 李渊一听这分析当即大呼 妙啊 想不到 你已经有谋略了 那时机呢 父皇 春天不行 草没有长好 等到夏天 草长好了 马就没有问题了 好好 那我们就等他半年 说着李渊脑袋一摇 半年时间就这样过去吧 东征洛阳的战略会议 也在太极殿内迅速召开 但令人意外的是 李渊已重的宠臣裴继 竟然对此提出反对意见 他表明 当初攒起兵是因为随莫明星大乱 乱到现在只剩下四家分聚天下 明星也可有所归 这想要攻取中原 现在可不比以前 就比如说那河北的窦剑德 明星就抓得很紧 百姓年性很高 难搞啊 那你以为只有天下大乱才是时机吗 要举天下 明星所向总是大事吧 只强调困难不提解决方案 官场老油条培记说的都是正确的废话 可众人就是哑口无言 好在关键时刻 二郎李世民站了出来直接总结 明星固然重要 但最后的安定还是要靠天下一统 李渊听此又问太子李建成 适合看法 李建成直接站在地底这边 支持出兵 二比一李渊当即下令 让秦王李世民领兵收复中原 首要目标就是王世冲 而齐王李渊急也跟着去 给他哥打打辅助 一起创造奇迹 画面一转李世民就率领精兵 来到了距离洛阳十里地 就地扎营 开始战略部署 他自己率主力向洛阳推进 手下之一攻占龙门控制洛阳南方 手下之二进攻回洛 控制洛阳北方 手下之三包围和洋控制东北方 手下之四进攻轩辕切断洛阳两草 不得不说 李世民的战争天赋着实是高 而部署完毕接着就是行军 李世民率主力朝洛阳推进 在这他还做了个心眼 分出五百人在前面探路 当然这也是故意给王世冲传达消息 于是很快王世冲的斥后就前来比报 李世民率五百骑兵前来单挑了 王世冲一听高兴的不行 一个小儿 洛阳城不是那么好打的 今天我要让他落在我的手里 走我们率领一万步军前去迎敌 务必要活捉李世民 说着就开始行动 而李世民见词也乐得不行 既然你都送上门来了 那我就不客气 说着张公搭剑只取敌方副将发迹 已经跟上来的数万精兵也冲了上去 王世冲一看被阴了 赶忙掉头就跑 李世民就追最后大胜而归 不过经此一事 王世冲也学聪明了 直接做起了缩头乌龟 还秘密派遣人马去找河北的斗剑德球员 好在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李世民耳朵里 他立刻展开会议 一旦斗剑德真的前来支援 那他们就危险了 不过李世民他弟李元吉 倒觉得无所谓 实在是不行咱就撤退呗 又不是第一次打洛阳了 动摇军心的话你不要讲 在这说又不要紧 在这也不能说 不说就不说 这话说得让李元吉丢了面子 兄弟俩的矛盾 从这也就埋下了伏笔 而这时杜如会站了出来 出了一计 他表明咱也不需要慌 从河北到洛阳必须经过五劳关 咱可以一边围困洛阳 另外再派人拿下五劳关埋伏起来 就等着斗剑德到来 然后出其不意让他彻底说白白 李世民听完大声叫好 可这依然不是上策 第一五劳关不好拿 第二斗剑德率军赶来得好几个月 时间太长还不如直接拿下洛阳 所以李世民当即派人去给他爸传信 请求强攻洛阳 对此李元只有四个字 干就完了 可惜这是进行的不顺利 王世聪内归儿子 将洛阳的防御搞得十分高级 李世民率兵围攻十几日 不仅没取得成果 反而赔了不少士兵的命 军心开始涣散了 更关键的是 就在这时赤后传来消息 斗剑德的援兵不过半月就将抵达洛阳 而一旦他来李世民就父辈受敌 军中人心惶惶 于是就有将领提议 咱先班师回朝不打这仗 及时止损 可这么一来 这三个月的努力就白费了 毕竟他们虽未攻下洛阳 但周边的小县城却均已拿下 现在班师白干了 更何况李世民从来就不是怕事的人 否则他就成为不了那个唐太宗了 所以他拿起结账当场宣布 不过话是这么说 但军心确实涣散了 而且人都是害怕死亡的 所以深夜时分 主张退兵的将军寻相 收拾收拾就当了逃兵 恰巧还被齐王李元吉的手下发现了 而李元吉一合计 这寻相和御池公是好友 御池公又得罪了自己 两人还都是李世民的人 不如就借着此事消消心中的闷气 想到这李元吉就直接命人绑了御池公 给他扣了顶反叛的帽子 狠狠羞辱一番 而次日御池公反叛的消息 才传进李世民的耳朵里 他当然是不信了 毕竟御池公要想反叛早叛了 怎么可能等到今天 不过这事得好好解决 否则就会出大问题 想到这李世民当即吩咐下去 随后就开始了教科书籍的收满人心 李世民先是亲自为御池公松了把 接着将人带进自己的卧帐 与其推心致富表明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相信你 这事肯定是冤枉了你 你绝对不会反叛 但也希望你误要将这小小委屈放在心里 另外如果你真的有趣意 我也不会拦你 这一箱珠宝给你 也算是成全了我们短暂共事的情谊 御池公听此伸手就开始拎箱子 哪只箱子纹丝不动 可想里面装了多少东西 这也表明了李世民的情谊 所以最后御池公直接放话 我不走了 好 杯酒 给御池将军押惊 而在酒席上 御池公还当众给李世民敬酒 全了他的面子 只是这么一来被迫作陪的李渊吉 脸色就清了白白的清 不仅更加恨御池公 就连李世民他也恨上了 本来他们兄弟俩也就没多少感情 不过御池公这事是解决了 但是洛阳酒公不下也是事实 更何况窦剑德也即将率十万大军抵达战场 所以李世民依旧面临危机 当即召开军事会议 寻找解决办法 会议上杜如会再次提出建议 围城打员 也就是主力部队围困洛阳 但是派遣精锐部队强占五劳关 阻拦窦剑德 常言到富贵险中求 李世民接受了这个建议 他让四弟李渊吉留守洛阳 而他自己轻负五劳关 不过这样一来还得注意俩问题 一 要保证王世冲不会倾城而出 二 要及时遏制窦剑德的禁军 要做到稳操胜券 就务必要做到兵贵神速 出其不易 反之就会造成我军 腹背受敌的局面 可这么一来李世民能带走的兵力 就有限 他仔细思考精打细算 最后决定就率领四千精锐中的精锐 赶往五劳关 四千对十万李世民玩的就是心跳啊 临走前他还不忘叮嘱四弟 只围困洛阳不要主动出击 别把人家逼急了来个鱼死网铺 还有别喝酒少玩女人 只是看着李渊吉那样 李世民就知道这货不靠谱 还是得自己来啊 于是李世民临走前还做了一番安排 他故意将自己前往五劳关的消息 传进王世冲的耳朵里 而这王世冲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警生 上次被李世民迎了回 这次就开始谨慎 于是他当即吩咐下去 让人查查有没有伏兵 而次日手下果然来报 城北城东发现了伏兵 王世冲微微一笑 当年老子玩三十六计之时 那李世民还在吃奶呢 现在想跟我玩请君入瓮 他还嫩着呢 小兵也赶忙拍马屁 陛下英明陛下牛逼 王世冲高兴不已还吩咐下去 谁也不许出击 除非窦见德的援军抵达 否则咱就在这洛阳城里待到死 可他不知道的是 那所谓伏兵也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他又上了李世民的当了 与此同时李世民正疯狂赶路 累个半死后 终于前窦见德一步抵达五劳关 可现在问题又来了 怎么将五劳关拿下来呢 这第一手难攻不好打呀 更何况窦见德离这也不远 但巧就巧在这五劳关的负责人沈月 竟然主动给李世民送了信 说要投降 在他的理应外合下 李世民没废一兵一卒 就占据了五劳关 真是天命之子 而晚来一步的窦见德 心情内叫一个难堪 不过他也觉得问题不大 毕竟他人多不怕 大不了就将五劳关打下算个啥 但其手下宠臣未争 却有不同意见 这五劳关左边似水 右边黄河 只有峡谷一条 咱十万人虽多但发挥不了作用 只要李世民率四千人当缩头乌龟 我们想破关南上加南 何不来得唯威救赵呢 唐军的主力目前都在洛阳 咱直接北越黄河指导长安 他李世民回防洛阳危机就解了 不回防咱直接拿下长安 怎么来都不吃亏 可窦见德却表示 举棋不定 取稳住 我们稳住阵脚之后 再意不迟 魏征听此实在是不解呀 自己这方案已经是最好的了 怎么就不听呢 而与此同时李世民也想到了魏征之计 想那窦见德迟迟不动 不会是想进攻长安吧 李世民有点着急 可这时房玄灵却出声表明 窦见德根本就不会走 为什么 窦见德起兵 真是为了救洛阳吗 窦见德 河北的一介草寇 心中向往的是洛阳的繁华 在他眼里 做洛阳的王 要比做长安的王还要威风 这一次 他不过是 借着帮王世冲解围的名义 想取而代之罢了 李世民一听有点道理 这么一来他就放心了 而且他还打算不继续做缩头乌龟了 他给窦见德写了一封信 信上极尽嘲讽 但大致意思就是 我打隔壁老王你凑什么热闹 再不滚蛋连你一起削 随后李世民还带着李武和玉池公 大摇大摆来到老豆阵前 一唱一鹤演了起来 李世民还大胆放话 大唐秦王李世民在此 谁能奈我何 说着连设两剑收割俩人头 这嘲讽绝了 而窦见德方一看就三人 此时不弄更待何时 几千骑兵奔驰而出 李世民却丝毫不慌 开口就让两人先走他自己殿后 只见他张弓搭剑又拿下几颗人头 然后仰天大笑策马离去 没办法就是这么狂 与此同时窦见德也收到了李世民的信 打开一看怒发冲关 接着又听闻李二的嘲讽 那叫一个气啊 妈的干他压的 当然这也不仅仅是因为李世民的嘲讽 还因为老豆快夺不住了 这十万大军每天得吃多少东西 再加上洛阳那边情况也不好 说不定哪天就成破 到那时他真就得空手而归了 那可不行他还想当洛阳的皇帝呢 想到这窦见德当即吩咐下去 明天咱就拿下五劳官 魏征看他那脸色 虽没猜到他心中所想 但也明白 这蠢货是执意要攻打五劳官了 魏征就很无语 这可真是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算了也不强求了 但爷也不陪你死也走 于是魏征回到自己帐篷后 就开始盘算起来了 现在河南王世冲肯定不行了 消息看着也不咋地 唯独长安的李渊还算可以 再加上他几个儿子都还不错救他吧 想到这魏征收拾收拾 天一亮就背着包袱向长安而去 也怪不得魏征做这个选择 毕竟奴仆就算在低贱 也得给自己选择好主子才有未来 而等到天一大量战争也正式打响 窦见德的十万大军 沿着四水朝五劳官冲去 不过李世民很快就收到了消息 这次他决定不完防守战来的斩首行动 他让四千悬甲骑兵 分四组埋伏于后方 而他自己作耳引窦见德入翁 怎么作耳呢 他命人挑出一千匹战马 由他和御赤公亲自带着在黄河边喂草 以此造成断粮的假象 而果不其然窦见德还真就上了党 一丝一毫的犹豫都没有 毕竟在他看来打仗就靠得骑兵 现在唐军连战马都没口粮了 还打个屁的仗 双方就这样展开了追逐战 而李世民越跑 窦见德主力越兴奋追得越紧 就想着将这秦王拿下 跑去皇帝那邀功勤赏 而这么一来 窦见德的主力队伍就跟后面的步兵脱节了 没办法两个脚的肯定跟不上四个脚 又过了会他们成功进入了唐军伏击圈 而面对这四千的悬甲骑兵 老窦的万把惊奇没有丝毫胜算 一场花里胡哨的旷世大战 在漫天叫喊声中展开了 打着打着窦见德就被活捉了 而老大都被活捉了 手下就更不行了 战斗结束 当然真是历史上的五劳关之战 肯定没有这般儿戏 双方战力也有出入 但不管怎么说李世民都赢了 窦见德 我就不明白 我打王世冲 爱你什么事 你不好好当你的下王 跑到这找死呢 我自己不来 恐怕还得麻烦你去啊 接着李世民就带着战力品 再次来到了洛阳城下 毕竟他此次的主要目的还是洛阳 而王世冲依旧归缩在洛阳城内 不过当他看到已经成为俘虏的窦见德时 最后的倔强也随之负面 开了城门选择投降 这年李世民才23岁 一战灭了二王 不得不说真是厉害啊 而收到这消息 堂皇李渊那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大唐从此一统中原 而忧的是二郎的功劳着实太大 风赏就成了个难题 小了怕寒了他的心 可大了也没啥可少了 想来想去一个念头 突然出现在他脑海里 我要是李二郎为太子呢 宰相裴基一听这话 心里却咯噔一下 想当年他极闲度能 借了李渊之手 弄死了李世民手下大将 刘文静给李世民找了不少麻烦 而如今他要真当了太子 那自己可不就得走向末日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今天说啥都得让李渊忘了这事 于是裴基义正言辞地指责李渊 自古以来费掌利诱都没啥好下场 更何况太子李建成也没什么过错 您要是强行废了他 百姓和大臣那不好解释 说不定就引起大乱 再说了秦王是厉害 可他立的都是战功 而太子更需要的是治理天下 秦王说不定在这方面不太行 裴基的这番话实在太过义正言辞 李渊深觉有道理 不仅当即就将要封李世民为太子的念头 扼杀在了摇篮里 还对他忌惮起来 二郎 处置洛阳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需要派人去看看吗 这话意思就很明显了 要知道李世民出征之时 带走了全国所有精锐 后来又打下了洛阳 将王世冲的部队全部收下 窦见得那边的残兵也主动投靠 可想而知此时的李世民手上的权势有多强 李渊很难不担心 毕竟真打起来他完全不是对手 所以李渊想着要不要派个人去监视一二 可这个人也不好选啊 李渊左右为难 倒是老狐狸裴继对这个事情早有预料 当场表明监军一事可行 但是 而巧的是裴继话音刚落 太子李建成就来了 李渊就又将这个问题扔给了他 问他可有何建议 李建成抬头瞅了瞅裴继 得到一个肯定的眼神后立刻表明 他还真有个好的人选 那就是李渊的宠妃张杰瑜 此人是后宫女子又是李渊宠妃 忠心肯定没问题 而且正因为他是宠妃 所以李世民也不会感觉到压力 李渊听此顿觉有道理 刚好自家爱妃昨晚上还说要去洛阳逛逛 就他了 不过好事讲究成双 那就让张杰瑜和尹德妃一起去 也好有个伴儿 于是李世民证命人 清点洛阳城里的金银珠宝呢 下一秒就洗提俩小妈 而这俩人是奉他爹之命 前来做监军的也就是监视他的 李世民心里自然不爽 但他倒也理解自己如今锋芒过剩 担心也是正常 于是对这俩小妈也算恭敬 可哪只俩小妈却有点看不清身份 张口就找李世民要宝贝 李世民顿时拉下脸 想当初他出征洛阳之时 李渊可是答应过他 攻下洛阳后所得金银珠宝 可由他自己全部分赏给士兵与将领 但李世民考虑到明星所以并未这样做 而是让人将财宝登记造册 等着让李渊犒赏三军 可现在俩宠妃明目张胆要保 明摆着是有李渊的允许 李世民觉得自己一番好心成了驴肝肺 当即也就不客气直接表明 洛阳有各行军总管的府军分区警卫 你们要想走走 我派人引领免得误会 这言外之意就是财宝已清点 账目也核对完府库已经封闭 并由专人看守 你们要真想要等回到长安 自己去找陛下要去吧 俩小妈一听直接炸毛了 想我们宠贯后宫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被人对 当即就把目光投向一旁的齐王李渊吉 而李渊吉也相当懂事 主动请英说要带俩小妈去城中转转 说是转转其实就是奔着府库去的 路上还不忘打情骂俏 怎么一年就把长安给忘了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是博命的 打仗的 你们是享福的 这一年里啊 早都没起痛快过 那我可得离你远一点 那我得靠你亲一点 你还真是臭啊 李渊吉还当场放出话 说有他在等会到了府库 财宝随便拿 可把俩小妈哄得开心得不得了 但他终究把自己看得太重 看守府库的士兵丝毫不给他面子 直接将几人拦下 李渊吉丢了面子恼羞成怒之下 竟然对自己人拔刀相向 当场就溅了血 可李渊吉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 带着俩小妈就冲着财宝而去 临走之时正好遇上了李世民 而李世民见此虽然恼怒 但想着这毕竟是自己小妈 他也不好过多计较 所以放他们离开 可哪知下一秒 李世民就看见了受伤的士兵 那心中的火蹭的一下就窜了出来 夺我财宝就算了 但杀我兄弟绝对不行 来人将齐王李渊吉给我拿下 我倒要问问他凭啥杀我的卫士 但李渊吉丝毫不慌态度嚣张 李世民听此大发雷霆 既然如此你也别怪我不讲经验 来人将他们抬走的财宝一律登记画鸭 这就是直接撕破脸了 但李渊吉和俩小妈也没办法 只是彻底恨上了李世民 这些都为日后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 房玄龄和长孙无忌正在整理档案 边整理还边聊天 而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以后 这眼看着天下就要太平了 咱秦王府该何去何从啊 房玄龄不免叹息爱 长孙无忌想安慰安慰 但最后也只说了个爱 没办法自古以来虽都是以武开国 但开国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众文清武是正常 到那时善于打仗的秦王李世民会咋样 谁也不知道 而这时房玄龄又表示 我看着咱们主子打天下当仁不让 治天下那也是响当当 只要有机会不至于坐不上那个位置 但如今朝廷有太子 我们得让秦王做好争抢的心理准备 不过这是咱们不好直接说 那样显得唐突 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我跟你说 我听说洛阳这个地方有一个神人 咱们不妨去试一下 去拜问他一下 你说的是那个王远之吗 正是 这王远之可不得了 身为上清派毛山宗道士 师从陶红锦并得其真传 一生专业秘书料事如神 在当时名声非常响 房玄龄一听虽然他不咋信奉这个 但是有的时候舆论还是很重要的 见一面也无妨 说做就做两人带着李世民就直奔道观 而这王远之也确实神 三人还没进门 他就直接说道 你们当中有一位圣人 敢问难道是秦王吗 三人先是面面相去 接着房玄龄就开始拍马屁 说王道长果然神 而王远之也不客气接受了所有马屁 然后他还表明 秦王应该多多注意多爱惜自己 房玄龄当即发问你这啥意思 难道你是说 秦王不必亲自冲锋陷阵 天子不可以冒险于万亿 要自爱 你说秦王是天子 秦王是太平天子 这话说的是个人听着就舒服 就是不知道 是不是房玄龄和长孙无忌提前跟人串通好吗 否则这话怎么这么动听 至于李世民听到这话的第一瞬间 其实是有点心有余悸 毕竟如今的他可当不上天子 所以李世民转身就走 可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不会错过这等好机会 赶忙追了上去各种劝慰 房玄龄还拿周公来与之对比 而在这坚持不懈的诱导下 李世民终究对那个位置动了心 也为日后争权夺利埋下伏笔 但说实在话在此之前 在夜深人禁食 在开疆拓土日 李世民真的对皇位没有一丝一毫的觊觎 这个谁也不知道 画面一转 长安典将台皇帝 太子家百官 迎接凯旋的秦王大军 放眼望去 只见秦王李世民一马当先在最前面 身后就是齐王外加秦王府的武将文官 十万大军也列成方阵于后排 硬衬的李世民霸气侧漏有王者风范 那双炯炯有神的眼也让人打寒 不过下一秒李世民就收敛了所有锋芒 双手奉上掌兵结账 又亲自前往兵部交还兵服卸下战甲 从大元帅变成唐朝皇子李二 然后就得去参加庆功会 毕竟李世民这一战擒了两王 唐朝因此统一中原 剩下那些歌剧的小势力不足为剧 也就是说大唐一统天下指日可待 这么一来自然得好好庆祝一番 只见唐皇李渊捧着杯酒 就开始发表讲话 半赏之后才进入今天的主题 那就是封赏李世民 没办法他的功劳大得离谱 不封不行啊 首先就是钱 李渊很是大方地给了李世民三个筑钱炉 随便他筑多少钱都可以 富是富 我还要赐你贵 李渊特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 位在三宫 亲王之上乃五官之首 最后就是权 天策上将 可开天策府 可以自设官首 不得不说这李渊还是很大方的 而在场之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要知道有了三个筑钱炉 就有了金氏记名的能力 有权设置官署 就等于朝廷之中来了个小朝廷 可以自行招揽人才 而为闪东到大刑台的上书令 就等于掌控了整个同官以东 总的来说就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 教育部长加河东河北战区最高司令长官 这三个职位哪一个都很了不得 而现在李世民集三位于一体 可想而知他的权势到底有多大 秦王府的人乐得不行都有点忘乎所以了 得亏李世民还是稳得住的 否则必然会吃亏 而俗话也说得好自古美女爱英雄 这部齐王李元吉他媳妇 盯着李世民就一顿猛瞧 但让老马没想到的是 李世民竟然也忘了过去 眉目传情李元吉拦都拦不住 难道李世民有人欺视好 还好还好这只是个误会 因为李世民开口问道 是魏征 哦 他就是魏征 李世民点点头是他就好 总有一天要将他收入麾下 这可是一元大将啊 不过李元吉可不知其中内情 快气疯了的他开始搞事了 恰巧这时 李元正拉着二郎唠家常 说二郎你这回可太牛逼了 四千破十万一举秦二王 老爹给你点赞 你怎么就这么棒呢 这么强 那我今儿可得开开眼界才行 可被点名的御池公却有点纳闷 这怕不是喝多了 大喜的日子五刀弄枪不吉利啊 再说了这一时半刻拿弄毛去 李元一笑 朕有啊 来人把朕的毛拿过来 李世民一听也急了 陛下的毛是最尊贵的毛 臣子怎么能随便摸呢 确定了是喝多了顺着毛来吧 很快那最尊贵的毛就被拿了上来 御池公也上场了 就却一个对手了 这时早就气炸了的齐王一声怒吼 我来 李世民当即阻止 可齐王执意要上场 这可不行要真出了事那不就完蛋了 李世民转头就看向亲爹 爹啊咱不玩了吧 就当我刚才是什么也没说吧 可李元久已上头心仪起 不完 门都没有 如果怕出事咱可以不要枪头啊 话都说到这份上的李世民只能答应 去掉枪头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我看谁能从我齐王手中夺走 秦王 这 来 哎呀不不不不能啊不能啊 来 哎呀 来呀 这是怎么回事 我还没看清楚 再来再来 我们站稳 我们再来一回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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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 七八 两个回合下来 七王完败 可他不愿相信这是自己的实力 一定是这棍不行 我的强项是一人一杆真枪对着头 有本事你来啊 此话一出大堂一片寂静 就连李渊都久醒了 真枪这一戳就是一个窟窿啊 不行不行 倒是李世民这回不着急了 当场保证 说玉池公武艺高强 不会出问题的 重臣哗然 而李渊带着忐忑的心情表示 比赛继续 只见二人换上真枪绕鱼场中 几圈过后 齐王手腕一抖 变换成攻击模式 而玉池公依旧稳如泰山防守 然后又是几圈 齐王率先动手 这下齐王李渊吉的脸是丢大 九燕也在他的战战兢兢中散了 而散了喜 各方势力也该接掉面具 不再虚伪银河 而是你争我夺 毕竟如今的李世民全是滔天 他们也该做点小动作 以保证自己的利益 比如说太子李建成 他连夜就召开了会议 而会议上未争表明 如今秦王有三柱钱 卢可随便搞钱 而钱可以换得鸣心 其次他还可以封天侧府的官 虽然仅有三十四的职位 但所得权力也是相当恐怖 最后他一手掌控闪东到大型台 所以如今整个大唐将无人可撼动秦王 李建成听着这话胆战心惊 但面上还要表示 我弟不是这种人你们想太多了 说实在话要是李建成能真的这么想 历史可能就不同了 可惜这话也就听听而已 因为他连夜就派人去给齐王李元吉送信 说是次日要见一面 李元吉同意了 然后就召集自己幕僚 也展开了会议 会议主题就是他也想搏一次 殿下想扳倒秦王吗 不是没有可能 现在时候还不到 殿下想扳倒太子 也不是没可能了 问题是你们敢吗 臣誓死追随殿下 誓誓死追随殿下 好既然如此就听听我的计划 那就是养虎为患 祸水东引渔翁得利 首先秦王府不管干啥 都不要阻拦上报 抓到机会还得鼓励鼓励他们加油干 让他们无限膨胀 到时候太子和老爹肯定就坐不住 我趁机再给他们删点风加点油 让他们烧起来 我们坐收渔翁之力 追随殿下 死不旋踪 追随殿下 死不旋踪 李元吉听此心情大好 将人都打发走后 还做了一页美梦 次日神清气爽去赴太子的约 而太子虽然心里着急 但面上也云淡风轻 只意味深长地问四弟 窦剑德是个什么样的人 初听这名字李元吉还一愣 这谁呀仔细思索过后这才表明 哥呀实话告诉你 我还真不了解这人 这人乃是二哥李世民活捉的 我记得当时他还将自己的披风 给这人遇寒 也不知适合用你 而且二哥还说了绝对不会杀他 也不知道他俩是不是达成了什么协议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 窦剑德的死活 他一个秦王好像做不了主吧 这不就是没将老爹和你放在眼里吗 我看 这跟谋反差不多 大哥 给我闭嘴 太子急了 而李元吉笑了 随手叫来一美女弹琵琶住行 这俩人听着小曲秀着香薰 渐渐的太子的情绪平稳了 一曲过后兄弟俩的小手也紧紧扣 虽然没说啥 但心照不宣嘛 当然转头李建成又开了个会议 这次会议主题是窦剑德咋处理 主要把李世民为了河北地区稳定 坚持不杀窦剑德 但太子不知道这事 加上李元吉的挑拨 还以为李世民与窦剑德有见不得人的交易 于是才召开了会议 询问众人意见 哪知王规与魏征敬也一致认为 斩了王世冲没问题 但窦剑德必须留下 李建成一听若有所思 第二天在会议上就将大火一剑当狗屁 当轻爹李元询问他的意见之时 一个斩子脱口而出 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 一个是因为他看出轻爹想杀窦剑德 另一个是李世民支持不杀 所以对错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让他爹爽 还能压制李二 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李世民还想再争取争取他表明 这王世冲心胸狭隘下属都不服他 杀了他是顺从民意 而窦剑德虽出身农夫但深得民心 一旦斩首对大唐百害而无一利 角落里的魏征听到这话向李世民忘取 争与杀伐之人竟能考虑到民心民意 有王者之气 可惜做主的人终究只能是皇帝 而在皇帝李渊看来 王世冲再怎么不行他也是前朝贵族 贬为平民就可以 可窦剑德不同他是草莽须得时刻警惕 杀了他也可以警告天下 草莽不能有造反之心 李渊决心已定 而裴继也赶忙带节奏拍马屁 老李被舔得万分高兴 会议后还不忘拉着俩儿子做思想统一 太子李建成十分上道直接表明 凡是老爹的建议我都同意 凡是老爹的只是我一定铭记 倒是秦王李世民还是那个脾气 他就是觉得杀了窦剑德民心会乱 对大唐不利 李渊有点不高兴 但还是淡然一笑表明 二郎啊我知道你有点不服气 但你想想为啥我能做皇帝 那是因为我打着正统的名义 李世民还是有点不同意老爹的道理 但他不好在反对 毕竟都说到正统头上了 谁知李渊是不是在敲打自己 千万不能跟太子抢东西 总而言之窦剑德必死无疑 而与此同时 齐王李渊吉也开始搞事情 他们对自己有一股秘智自信 对自己的能力丝毫不担心 总觉得他天下第一 只担心天不让他当皇帝 于是找来一姓薛的道士 想让他给自己算算命 会测字吗 薛道士一听顿时不太高兴 在下人称测翻天活神仙 你在问我会测字吗 这不是在埋太人 李渊吉听此邪魅一笑 竟然如此你就测测元吉二字 元吉二字合起来是个堂 齐王将有天下 怎么写 救我 请给我看看 别说还挺像 李渊吉瞬间就飘了 来到媳妇面前就告诉他 自己要当皇帝了 齐王妃自然不信不说 你爹还没死 就说你大哥是太子 你二哥百战百胜 这皇帝就轮不到你 少做点白日梦 可李渊吉却十分自信 只要将这三一个一个全都整死 轮也轮到我了 齐王妃看他那样万分嫌弃 而与此同时及时已到 窦剑德该上路了 可就在行刑的前一秒魏征来了 窦剑德感慨呀 虽死在异乡 好歹还有个故人能送自己一程挺好 而魏征也不安须的 一碗酒为他一半到了一半 算是全了曾经的那段君臣情谊 而窦剑德也终于感到后悔 若是当初听了魏征言 也不会脑袋不值钱 可奈何成王败寇 他也只能含笑入了酒泉 不过窦剑德死了 李世民心里不服啊 在天策府里搞了个文学馆 搜罗了大量有学知识 为将来做准备 当然开文学馆 这是提前告诉过李渊了 不过是以学习的名义 所以李渊不知这其中名堂 不过李渊倒是听说了 魏征去送窦剑德最后一程的事 他大发雷霆 认为魏征是不将自己放在眼里 毕竟窦剑德是他主张要杀的 所以李渊让李建成回去好好教训教训 李建成一口答应 好在李世民也在当场帮他求情 魏征这样对待孤独 说明他有人情 如果朝廷不处罚他 恰恰证明朝廷的政策也考虑人情 何况敢于独打罪犯者 从来都被视为英雄 魏征这才逃过一劫 从这一事也可以看出 李世民和李建成的眼界 而窦剑德一死河北果真出了问题 明星大乱起兵造反 由刘黑榻担任反唐首领 仅仅数月就夺下大唐小半江山 李渊急了赶忙找来二郎 李世民啥也没说再批战袍 谭笑间对手灰飞烟灭班师凯旋 可这么一来太子李建成就急了 与同样有心思的四弟李渊急越走越近 两人经过合计 首先要争夺兵权 下次再有出征机会 可不能让李世民抢了先 再有得给他找点麻烦 想着想着就想到了天策府的文学馆 我听说自从二郎弄了个文学馆以后 天下世子趋之若鹜啊 我也听说啊 当秦王府的学士 比朝廷的正直俸禄还高 也不知道 父皇他知道不知道啊 以前可能不知道 但太子知道了李渊就知道了 既然知道了那就得查呀 李渊亲自来到天策府 先是敷衍性地看了看李二的炼工厂 夸了夸他的弓箭 然后就迫不及待地进了文学馆 随便转了转就进入套话阶段 所谓文学馆离不开读书 而读书离不开议论 二郎跟爹说说你这文学馆 平日里都讨论过哪些事啊 李世民一愣也察觉出不对劲了 议论什么这不好说呀 可撒谎他也不擅长啊 眼看着就要陷入两难之地 躲在背后的秦王妃赶忙向外走去 没一回院子里就传来孩童嬉戏声 成功吸引了李渊的注意力 原来是大孙子 爷爷疼大孙千古不变 李渊转头就出了门 将此来的目的忘了个一干二净 只顾和孙子玩耍了 而李世民对着老婆相视一笑 一场危机就这样化解于无形 又过了一段时间 河北那边又开始搞事了 没办法李世民当时虽然凯旋 但并未将刘黑榻赶尽杀绝 这部太子李建成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主动请英前去剿灭叛贼 而由于上次李世民的优秀发挥 李建成这仗打得很是容易 成功将刘黑榻活捉 然后又在魏征等人的劝阻下 将其余人全部释放 只斩了刘黑太一人 这是狠狠收割了一波明星 但这样一来也就表明 李建成和李世民要开始正式打内台了 毕竟如今外敌基本都出了 接着就是自家人争权夺利 至于李渊从河北反贼被彻底平定 他就越来越快乐 这天还决定去人质公避暑 陪同人员就是老二李世民和老四李渊吉 而太子李建成留守长安待监国事 临行前李建成和李渊吉再次密谋 打算利用这机会搞搞事情 李建成说道 我打算借着老爸不在 偷运一批盔甲给庆州都督杨文干 为以后做准备 李渊吉一听好啊 不过你既然都已经打算兵刃相见 那要不要我借这次避暑弄死李世民 李建成听此有点心动 但他还没傻到家出口询问 你和秦王都不许带府兵去 你怎么做掉他 就是因为不能带府兵 所以才要单打独斗 单打 我不处秦王 有点不靠谱 当即叮嘱李渊吉千万不要乱导事 李渊吉很是不耐烦地答应 长话短说李渊带着儿子和宠妃 就上路了 很快就抵达目的地 而这一到了地李渊吉就开始整活了 他找到李世民就开口询问 哥呀你玩马是行家 那你就给我讲讲什么是好马 李二一笑自信回答 有三个特点 第一就是快 决阵敌我之间突起发作 出人意料 第二呢是灵敏 任何地势如履平地 三呢 是烈 越是混战 越是强悍 李渊吉听完大呼巧了 我正好有匹马符合你说的三点 要不要瞧瞧 李世民瞬间就来了兴趣 走瞅瞅去 而等宝马一上场 李世民立刻两眼放光 好马还是未曾训过的好马 只见他双腿一用力翻身上马 立刻开训 可惜失败了 不过李世民就是越挫越勇的性格 摔倒爬起来再继续并表明 可因为现场声音嘈杂 李渊吉就听差了 但也就是因为这听差了 让他有了好主意 恰巧张杰瑜来了两人 耳语一番 风雨欲来 驯马结束以后 兄弟俩大汗淋漓回到大殿 此时李渊仪等候多时了张口 就是质问 李世民傻了这可是谋逆的话 他没说过明显是栽赃 而栽赃的人只能是自己的好弟弟 于是他故意问道 李渊吉我说过吗 刚才只和你一个人说过话 你知道我说过什么 我说我替你担心 你说你有天命 放肆 回复我 我说生死由命 这个畜生奈何不了我 得知了是驯马师说的话 再结合李二的生死由命 倒也说得过去 李渊确实没有之前生气 但是人的猜忌一旦成形 就像打碎的玻璃 复原了也难免留下隔阂的印记 而经此一事 李世民也看清了李渊吉这个好弟弟 回去就大发雷霆 原本以为只有个太子搞自己 现在又多了个李渊吉 行啊那就来吧 看看谁最后坐上那个位置 不过很快 驯马仪式带来的连锁反应 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来了 比如说李渊的猜忌 再加上张婕宇每天都唉声叹气 引起李渊怜惜当场霸总发言 咋地了 谁惹你了 快告诉我 我给你出气 陛下 算了 不能因为我坏了你们父子感情 李渊一听当即又怀疑起了李世民 为什么要说又呢 因为这段时间他接收了不少负面信息 全是关于李世民 虽然大多都不属实 但加上之前的事 已然在李渊心中埋下一根刺 而这次他还真没想错真实李二 是这么回事 当初李渊答应爱飞赏给他爹一块地 但是这块地却被李世民给了战功卓越的淮安王 李渊一听哭笑不得 还以为什么事呢 放心 我说给你爹那就是你爹的 我的是赤 亲王只是教 你父亲有我的赤 两天当然是他的 可是淮安王就是不给 说亲王的教在前 陛下的赤在后 有心之言无形刀李渊当即怒了 直接召来李二然后就开门见山 你什么意思 要上天吗 我问你吃大还是叫大 当然是吃大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 我给我老丈人的那块地 怎么回事 李世民倒是不慌开口解释 那淮安王战功卓越只赏了他一块地 已然是亏待了人家 现在又要从他手中将地拿回来 不太好 李渊却不解淮安王有功你赏地没问题 但是为什么非得跟我老丈人抢呢 回陛下 儿臣赐给他地 是因为淮安王 你给我出去 李世民想解释的是 这块地就在人淮安王府后面 赏给他不是合情合理 可惜李渊听不进去 出去 你不要再跟我提什么淮安王 出去 从这事里不难看出 李渊这人格局真的不够 但奈何在那年代孝字大如天 李世民也只能含奋离去 而李渊竟然还觉得李二变了 不再是曾经那个贴心的二郎啊 殊不知是他的眼界实在太窄了 而与此同时长安之中 太子找来属下老朱和老乔 让他们将二百盔甲运送到庆州 为将来做准备 可惜动静太大被李世民的人跟踪 而他们一看那盔甲数量 就知道这是不简单 一边派人给李世民送信 一边商讨怎么借此事给太子重重一击 其实李世民本不愿意与大哥为敌 可最近这些日子 他所受到的委屈所接受的敌 让他的心渐渐变得坚硬 再不反击他必死无疑 据他得到的消息 太子手下老朱和老乔 私自运送盔甲二百伏前往庆州 李世民当机立断 让自己人在半路拦下他们 然后就是一番威逼加利用 首先朝廷有规定 运送盔甲超过二十伏 就必须有兵部的文书 否则就算有太子的守恋 那也是死罪 其次就算现在没出问题 但只包不住火一旦哪天暴露 你们就得为太子背黑锅 最后我知道你们都是 听从太子之令才犯法 只要你们悬崖勒马便被动为主动 说不定不仅能保住性命 还能得封赏 老朱老乔一听顿时来了兴趣 可这悬崖勒马要怎么做呢 其实也简单 只要你们现在就去见皇帝 将事情一五一十表明贴清自己 俩人想了想也没别的选择了 那就赌一把吧 很快老朱老乔就抵达任志宫 于深夜见了李渊 成为东宫狼将耳朱焕 成为东宫校尉乔宫山 东宫左帅围廷 令我们到庆州见杨文干 干什么 送盔甲 送盔甲 多少副 两百副 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私运甲咒 我们知道是违法的 不敢执行 所以太子 怎么会有盔甲 盔甲是太子平定 留黑踏后留下的 未交还兵部 李渊一合计太子这是要反了 想着就立刻让太监 以送药的名义 让太子来人至宫 接着找来将军宇文义 让他派重兵保护好人至宫 并去庆州将杨文干抓来 宇文英领命 与此同时东宫 被传召的太子坐不住了 因为他已经知道 老朱老乔反水的事情 如今皇上召见自己 怕是凶多吉少啊 太子越想越急赶忙召开会议 快 想想办法 刚得知这事的魏征一考虑 办法肯定没有 唯义能做的只能是及时止损 这样把殿下见了陛下后 直接认错 在表达下对秦王的不满与忌惮 太子还有点迟疑 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照做 来到仁至宫后 就一把鼻涕一把泪 说自己昏了头 说自己害怕被秦王取代 这才冰行险招想着真到了那一天 也有条后路可以使 李渊一听慈父星作祟 对太子的话信了九分 因为就他自己不也怀疑李世民 江星比星自己儿子忌惮 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就在这时有小太监前来禀报 这就尴尬的真是怕啥来啥呀 太子是有口难辩了 直接被下了大狱 接着李渊又找来李世民 让他前往庆州平反 并表明 李世民一听当即领命 而他也不愧为天策将军 很快就大获全胜 并斩叛军首领杨文干于三军阵前 按理来说这应该是个喜讯 但李渊却并不觉得开心 因为李世民出征这段时日 似儿子李渊吉天天在他耳边为太子求情 他表明 太子谋反这事实在是疑点重重 首先押送盔甲的兵将 为什么要被主来老爹里面前撞到太子 其次杨文干又是怎么收到的消息 知道老爹打算抓他下雨 所以提前造反 最后我亲眼见到 前去抓捕杨文干的宇文将军在出发前 去见过二哥李世民 李渊听到这话仔细思索 老四这意思就是说 太子虽偷运了盔甲 但他并没有想过谋反 被主的兵将是中了李世民的计 这才害太子背上谋反罪名 就连杨文干提前得到消息 也是李世民透露出去 还挺有道理 而根子软的李渊有点相信 可这么一来也就表明自家的几个儿子 已经开始争权夺利 想做个好父亲的李渊思考三天三夜 最后决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毕竟都是亲骨肉 今天是家业 几位宰相也都不是外人啊 好久没这么痛快地喝一场了 今天不设监理官 大家都尽兴 接着就是一番苦口婆心 总结起来就是兄弟之间不要闹矛盾 要和起伙来为大唐效力 毕竟这打江山也不容易下不为例 李世民等人只能笑着答应 李渊见此很是开心 可下一秒他就想哭了因为小兵来报 陛下 草原是八部人马三万左右 已经南下 几天以后就到达长安 这可是大事 那突厥骑兵厉害的不行 大唐虽号称几十万兵马 但还真不一定能干得赢 李渊头都要大了 这时太子李建成为了讨好老爹 想出了一个馊主意 那就是迁都 既然咱打不过干脆就放弃 李渊一听还真可行 当即就打算行动起来 可收到消息的李世民却气得不行 迁都 百害而无疑利蠢地要命 但这话不能直着说 他先是表明迁都的必接着当众表示 陛下 当年获去病 年仅十八岁就发出 匈奴不灭 何以家为的好言 今天 世民当众发誓 天地共建 何时草原十八部来犯 而臣领兵抗击 无论敌军多寡 而臣万夫不夫 这番豪言壮语打动了李渊的心 不仅当场放弃迁都 还任命李世民为将攻打突厥 可是不挑战还没打几场 就赶上了连天大雨双方只能休战 更不巧的是唐军驻扎在窝底 这马蹄子经不住水炮 战斗力大打折扣 而突厥却是好运气驻扎在高点 只要雨一停 他李世民用兵在神也将不堪一击 协力可含笑得不停 可李世民是彻底坐不住了 因为他也知道雨一停什么都没了 想来想去决定 铤而走险 只见李世民带上一百人来到突厥营前 找协力谈谈 首先咱们有盟约 当年谈好的你们出两千人帮我家造反 事成后每年给你们钱没错吧 现在我们每年一分不少的都给你们了 可你们这是干啥 咱们可是盟友玩要点脸不 这样我给你个机会 我这就一百人挑战你们所有人 只要你答应我就不告诉天下人 协力可含是个背信弃义的人 而且只要你赢长安随便你抢 协力可含有点迟疑 李世民见此又招呼一旁的突厥 走咱到一边私聊去 突厥见可含没阻止试探性上前 而李世民将人拉到一边 也没说啥只是唠唠家常 然后顺便拍了拍他肩膀 可这在协力可含眼里就变了味 都说疑心生暗鬼 李世民与突厥关系好 两人会不会合谋 突厥会不会刺我一刀 李世民会不会不止带了一百人 这些都让协力担忧不已 并萌生了退意 就这样李世民仅待了一百人 用功心计就鹤退数万突厥 可这么一来太子李建成就越发忌惮着弟弟 再次召开会议 魏征见此直接提出建议 既然你担心单脆直接弄死秦王李世民 这样一来什么事都没了 一起参加会议的秦王李元吉一听 觉得这主意真好 并将杀李世民一事一口答应 不过太子却有点迟疑 这么优柔寡断是做不成什么事的 李元吉心里隐隐嫌弃 但他目前还得利用这好大哥 让他与李世民互殴自己好鱼翁得利 所以也只能将嫌弃憋在心里 不过杀李世民一事还是得提上日常 总得先做好准备不是 至于太子爱咋地咋地 但让李元吉没想到的是 太子还真想到一个好主意 这天李世民正在收拾文书 突然有小厮前来禀报 殿下 杜如慧被人打了 伤势很严重 李世民眉头一皱为什么 小厮表明今天杜如慧下朝 路过张国账家门口 人家丁二话没说 摁倒了就是一顿锤 杜如慧说他是秦王府的人 他们说打的就是秦王府的人 总该有点理由吧 说是杜如慧不下马 是对张国账的不敬 可是杜如慧今天根本就没有骑马 李世民当即就打算替杜如慧做主 可还没等他行动呢 就被李渊召进了宫 披头盖脸就是一顿骂 秦王府的杜如慧 怎么赶到国账家去打人 这就有意思了 被揍的杜如慧反而成了打人的 而李渊口中的事情经过是杜如慧目中无人 起码路过张国账家看起家丁不顺眼 二话没说直接揍人 还口出狂言打的就是张国账的人 撕的就是他张节鱼的脸 李世民听完一阵无语 因为他知道这枕边风一旦吹起来 不亚于何裂便 现在只能击碎谎言才能让老爹清醒 既然您说杜如慧打了人 不知打的是哪一位 先给他请个太医疗疗伤 处罚之事稍后再说 李渊一听却发出疑问 疗伤 张国账家没有人受伤吗 有人受伤吗 我 我就是听父亲讲的 倒不知道详细是什么情况 不过杜如慧需要疗伤 他受伤了 李世民回答杜如慧散朝后 一个人步行回家 路过张国账门口就出了事情 步行 他不是骑马不下吗 看看这就是典型的恼羞成怒 也是不打自招 看他那样李渊明白了孰是孰非 可又能怎么样的人家是自己的宠妃 总不能打他脸吧 只能三两句话就打发了李世民 李世民倒也不生气 当即前去看望杜如慧 接着几人还讨论起这事的幕后黑手 毕竟就张杰宇与其家人那智商 也想不出打人的主意 房玄林听此讽刺的表明 还能有谁无非是太子和齐王辈 他还真就没猜错 幕后黑手就是这俩人 没办法太子不愿接受魏征 直接弄死李世民一了百了的建议 当然他也有原因 首先他是太子可以名正言顺的上尉 干嘛要被个杀地罪名 其次老爹还没死呢 不好搞李世民 最后要是搞不过怎么办 不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所以太子决定反其道而行之 搞掉李世民所有干将 让他成为光感司令 可没想着第一步就失败了 不过太子不放弃 他又想了一个办法 贿赂拉拢 然后又失败了 太子依旧没放弃想出了第三个主意 那就是将房玄陵 杜如慧 玉池公等几人大将 调离李世民到外面任职 这么一来李世民就再不能与其接触 而李元吉也打算对李世民下黑手了 你要干什么 我 我要宴庆太子 还有秦王 果然是丑人多作怪 关键是他还话多眉心眼 明知道自家老婆杨妃 对李世民的感觉有点不对 还天天要在他面前大吐口水 将计划全部摊牌 真的不怕泄密吗 简短解说酒宴很快开始 李世民给自己定了量 说今天只能喝三杯 第一杯李元吉尽了 自立 我不生酒力 这你知道 杨妃一听赶忙行动 这第二杯我敬明 他还表示 这最后一杯我也提前定下 等我跳完舞咱俩再喝 既然这已经定下了 那就看他跳吧 别说还真是享受 而与此同时隔壁客房 李元吉的手下已经将赌酒做好 一壶微量的给太子 一壶巨量给李世民 独酒上桌 珍满酒杯 杨妃上前 敬李世民最后一杯 这话明显一有所指 李世民也不傻当即换了酒杯 一杯下肚 啥是没有 李世民松了口气 危机解除 可李元吉却没想让他活着回去 命人再满上一杯 说此次二哥祖鸡突厥有功 怎么都得再喝一杯 李世民感觉到不妙 但也只能端起酒杯 就在那千军一发之际 杨妃故作被针扎了脚摔倒在地 引起所有人注意 李世民也自然在内 而杨妃那青醋额眉摇了摇头 李世民突然就明白了 将刚喝的酒吐出酒城 留下一城用作脱身和留症 而接着他便双眼一臂向后倒去 成大字形摊开 李道宗慌得不行 而李世民则悄悄给他暗示 李道宗当即明白有诈 背起秦王就直奔秦王府 李元吉见此心中高兴得不行 这下李世民必死无疑 想到这他端起酒杯就开始敬太子 还表明 大哥从此以后再没人和你争 太子一听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心中也高兴得不行 要知道自从李世民战功越来越多 明星越来越多 他这个太子就仿佛就是个吉祥物 啥又没有 他慌啊生怕李世民取代自己 为此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香 如今好了李世民被四弟弄死了 他手上既没沾血 又铲除障碍松了一口气 可真是令人愉快啊 不过这愉快也没愉快太久 毕竟李世民可没喝下所有毒酒 不过这么一来也就表示 他和太子 齐王的斗争 已经放在明面上了 就连李渊也有所耳闻 这老父亲就愁得不行 都是他儿子谁死他都心疼啊 可现在不得不做出选择 两只手让你选一只 你选哪只 陛下选来做什么 选来砍掉 我 我不知道啊 陛下 太监的惊怕之言已经给了答案 哪只都不能砍啊 建成做了九年的太子 从未犯过大错 而二郎打下大唐半壁江山 功劳大如天 只能找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这样吧破国安家 李渊找来李世民告诉他 你直接去洛阳把建天子惊起 陕州以东归你同属 李世民有点迟疑 但还是接下了任命 可这么一来也就表示大唐一分为二 李渊是真的没办法了 但他终究低估了人心 这消息传到太子李建成耳朵里 他就很不爽了凭什么要分 再说了让二郎去洛阳 就相当于放虎归山 没得几年他就能攒下恐怖势力 到那时我对上他胜算几乎为零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还是得将他留下搞死 这样一来才安心 说着太子李建成就进了宫 直接告诉李渊我不当太子了 你给世民只要别让他走 李渊一听就知道太子是在以退为进 但同时他也明白了 李建成和李世民这俩儿子 他只能二选一 李渊痛苦的不行 但最后他还是做了决定 太子还是太子 这就表明他放弃了李世民 偏偏在这时突厥再次进犯乌成 又到了选将之际 而这次李渊没召开朝义 私下找来了太子让他推荐个人 太子脱口而出其往李渊吉 李渊皱眉不是他看不起自己这个四儿子 是他真的行吗 太子却没说李渊吉的能力 只表明不能让一人占了全部军功 李渊听到这话沉默了 半晌后同意了太子的建议 这下好了兵权已经到手 接下来就只要弄死李世民 一切就都结束了 太子想了想这样吧 咱先调走秦王府的府兵 接着以给齐王践行的名义 邀请李世民来到昆明池当场就下手 可惜这太子也犯了齐王同样的错 他有个手下是探子 蹭蹭蹭去给李世民报信 是可忍孰不可忍 再加上李渊的出而反而 李世民当场决定反击 既然避免不了兄弟相残 那就得做最后的赢家 李世民让媳妇给自己洗漱更衣 他要去见李靖将军 还命人找来长孙无忌 等他回来就召开会议 很快李世民就抵达目的地 并与李靖达成共识 李靖果真是的聪明人 知道只要保持中立就能最大可能保重力 而李世民又连夜赶回府里 此时长孙无忌已经抵达 玉池公也等候多时 三人当即展开讨论 玉池公就觉得别搞得那么复杂 咱直接反了一聊百聊 而长孙无忌认为现在反是肯定得了 可咱们需要时间哪 有些事也得提前做准备 而他话音刚落 就有人来报 皇上请秦王入宫 这下好了时间更紧迫了 此时入宫肯定没好事 不如这样咱们搅点浑水 长孙无忌表明 如今太子 齐王 张杰于是同盟 可以就这点拿来做文章 我们写个密奏给陛下 我在密奏上就写 太子与齐王淫乱后宫 我们就来得及动手了 这也是个办法 按你说的办 立刻写密奏给陛下 说完李世民就赶紧入宫 而果不其然没好事 有人告李世民谋反 李世民当即真诚解释 老爹你信我 这绝对是诬陷是诽谤 你还不了解我吗 山无棱天地绝我都不会谋反 可李渊听不进去啊 犹豫着要不要弄死这儿子 好在关键时刻 长孙无忌的密奏也到了 李渊看完怒火冲天 你们抢皇位就抢背 为什么动我女人 随后就让二郎退下 并找来新妇立马去调查 这么一来李世民谋划造反的时间有吗 回到秦王府后 李世民当即下令 所有在秦王府和天策府工作过的幕僚护武将 马上来见 还有通知在洛阳的宰相张亮和去兔通 做好防御集结兵马 此次造反要是不利马上撤回关东 房玄陵 杜如慧呢 殿下回来之前 我早就派人去了 可他们还是说 陛下 已经有斥职 不让他们再到秦王府 说是如果现在有谁到秦王府 他就是死罪 李世民听此件狠狠一插 然后就让玉池公亲自去找房玄陵和杜如慧 如果他俩不来那就弄死 将人头提回来 毕竟这俩人危害性太大 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玉池公二话不说直接答应 接着就是等人到齐 然后反杀太子和齐王李元吉 这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玄武门之变 你这是要干什么 父亲 今天 是我的死期 你胡说什么 你到底要干什么 话说李渊为了避免儿子自相残杀 决定让李世民去洛阳称王 结果把太子逼急了 都说一不做二不休 他决定已为李元吉践行为友 在玄武门干掉李世民 结果他的计划被李世民安插的眼线 和李元吉的老婆 一字不落地告诉了李世民 那李世民能坐以待毙吗 下令将自己以前和现在的辅寥 全部招来商讨对策 首先按实力而言 太子有长陵兵两千人 齐王手握统兵大权人数不小 可我秦王府仅仅有八百人 如果死磕肯定必败无疑 你们说吧 这个红门燕 我到底去还是不去 都说防谋度断 防玄灵都没过脑 直接一句必须去 进了玄武门皇宫内就是禁区 除了皇帝的亲卫 不允许任何人带兵进入 那太子和齐王的兵力优势将荡然无存 我们明早 能将府中的八百人 投运进皇城 那打起来 胜算 才会在我们这边 长孙无忌接着说道 这样一来 如何策反玄武门守卫长河 就是重中之重了 李二稍作思考告诉众人 自己去去就来 画面一转长河家 二人四目相对搞定 原来这长河表面上是太子的人 但仰慕李二已久 妥妥的小迷地 一个眼神就OK了 没办法 秦王的人格魅力就是那么大 既然提前偷运抚兵仪式解决了 那如果顺利的话 胜利的天平可真就清闲了 众人兴奋起来 可李二还是犹豫了 手足相残说出来容易做起来难 那没有大堂之前 几兄弟多年的感情也不是假的 更何况还有个老父亲在中间 这在场众人可想不了那么多 毕竟你不反 阿门也没好活呀 殿下 我们愿意以死相报 不能犹豫了 对呀 殿下 动手吧殿下 对呀 如果 殿下不先发之人 那我认为 宁可让他们诛杀算了 玉石将军说得对 我绝不做他们的祖上之肉 我会带上我的妹妹 浪迹山野 李世民一看在犹豫的话 老婆都没了那就干吧 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老爹突然开窍了 把太子位传给我呢 杜如慧无语了 我知道你想给自己的残忍 找点心理安慰 但我可以告诉你肯定不会 我应该相信 陛下最终不会立我为太子 你应该相信 如果真是这样 自相残杀起来 陛下不会制止 不会制止的意思是 皇宫的禁卫军 是站在齐王一边的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的八百人 就必须要赶在齐王和太子之前 挟持陛下 对 说得对啊 说得对啊 李世民听此一咬牙就这么定了 所有人大喜跪拜未来天子 接下来就是详细密谋 明天府兵进了玄武门之后 埋伏于海池边 自己到甘露殿 将老爹挟持到海池边上船 这样就可以避开禁卫军的锋芒 然后逼迫他废除太子和齐王 让自己上位 如果太子和齐王反抗 由侯军级带领的伏兵 将其强行拿下 当然这些只是预案 最终还是要顺势而为 随机应变 交代完一切众人各自休息 明日破晓出发 这一夜李世民没有睡 秦王妃一直陪着他 俩人贴手无语 但是夫人的默默支持 给了李世民足够的勇气 转眼时辰已到 殿下赐一句多多保重 多谢夫人 黎明前的秦王府 包括李世民在内的所有上阵人员 正在做着出发前的最后准备 将士们相互整理着战甲 决战前的悲壮弥漫在大唐的某一角落 一切准备完毕 秦王李世民环视众人 今天成否就在此一举了 深吸一口气李世民跨岸上马 出发 画面一转玄武门外 所有人隐于林中 等候长河的信号 片刻后 在御池静德的沟通下 秦王府的府兵顺利进入了玄武门 七百人按计划前往海池边埋伏 李世民则前往甘露殿 准备给李渊一个惊喜 几人赶露不讲 东宫琵琶仙子给太子洗漱完毕 然后看了看怡戎 这颗脑袋还不错 小琵琶一笑 心想那好不好 还得御池宫颠凉过才知道 齐王府 你这颗烂头真难受 下辈子换个好的兴起 李渊吉邪媚一笑 你还嫌弃 等明儿给我后宫家里三千 你想碰都轮不到你了 李渊吉做着出发前的准备 皇城甘露宫李渊也已洗漱完毕 正在整理着装 可就在这时突如其来的李世民 让老父亲有些意外 但随着李二脱掉巢符 露出锁子甲的时候 李渊彻底蒙圈了 你这是要干什么 父亲 今天是我的死期 你胡说什么 你到底要干什么 李世民淡定发言 昨天复义上的密奏上说道 精心划过秦王府上空 这是秦王要拥有天下的征兆 所以你说我要造反 造反就是死罪 这是第一死 好 今天 在太极宫 为齐王践行 太子和齐王已经密谋动手 齐王将首任秦王也就是我 这是第二死 怎么会呢 我当然有细作 我说的准确无误 如果父亲不相信 等太子和齐王到 你让他们脱下巢符 他们必传安家 你们兄弟 真的到了这一步了 李世民依旧淡定 不是我到了这一步 而是太子和齐王到了这一步 太子握有京师兵权 齐王又授予行军大总管 唯独我秦王在这京师仅仅有清随 今天不是我的死期是什么 但我总不能把头伸出去给人看 更何况我自认为 为大唐立下汉马功劳 你怎能如此对我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你说该怎么办 本来 在灵狐殿中一事 我要防备埋伏 你说到哪里去 为了公平 所有人 到海池上乘船 即使有变 伏兵 鞭长莫及 他们上船不表 东宫太子与李元吉 也做好了最后战前部署 随后两人按照计划朝玄武门而去 结果这才刚进玄武门 就碰上了 玉池静德和秦书宝两位门神 太子胡一皇宫禁帝 而等魏德召见 何故于此 但是冲我很欣赏你 以后为我己用 今天恕你无罪 谢殿下 我是大唐太子 太子 殿下 随着玉池静德一声怒喊 于迷雾中等候多时的李世民闪亮登场 我来敷厌了 都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事到如今 三兄弟已经无法回头了 李元吉率先动作掏出长弓 然而他也不想想 那可是身经百战的天侧上将啊 在他面前掏弓那不就是找死吗 一剑定入太子胸口 李建成应声落马 李元吉见势不妙想跑 可没跑掉 说时时内事快 玉池弓快马赶到 手起刀落 整个世界安静了 玄武门外得知太子遇险 齐党与冯丽 薛万彻 谢书芳等人 率军硬闯玄武门御太子周全 结果却久攻不下 太子残党见此 准备带人转攻秦王府 抄李世民老家 然而就在这时 玉池静德提着太子和李元吉的手机 出现在了玄武门城楼之上 太子残党大势已去 玄武门之便也就此落幕 一日丧二子的李元 面对是凶杀地而悲痛欲绝的二郎 心里满满的都是悔恨 如今的局面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如果当初换太子再果断一些 或者废除秦王再干脆一些 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可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果 如今也只能一条道走道黑 当一个人被现实折磨的遍体鳞伤 就预示着下一次成长的开始 拿下兵权是此次造反的最后一步 太里二必须扛着内疚走完 才能有新的开始 李元的无奈答应 一切都结束了 接下来为了堵住悠悠众口 而名正言顺的上尉 必须照章办事 先撤立太子 时间定在这个礼拜天 时间很快来到公元626年 7月5日 撤立太子正式开始 李世民扎俩丸子头自己都好笑 有的东西你是不服不行 他就再高的颜值 也有驾驭不了的发型 显言少叙 李世民当上太子 借着威压让李元颁照 将造反的有功之臣 一一为以重任 命长孙无忌 为太子公左树子 命宇文士吉 为太子公詹氏 命杜如慧 为太子公左树子 右仆叶 萧宇 为左仆叶 高士连 为太子公 右树子 房玄陵 为太子公 右树子 玉池敬德 为太子公 右卫律 腾之解 为太子公 右卫律 随后又论及政变的功劳 以长孙无忌和玉池公为首 分别赐券一万品 至此手握天下兵马的李世民 完全掌握了全国军政大权 太子府成前很郁闷 为什么最近我大爷和我老叔家的孩子 都不找我玩了 这当娘的也没藏着掖着 都死了 全叫你爸弄死了 你要记住人不狠站不稳 别看李成前年纪小 可是悟性高啊 我一定会以父亲为榜样的 说完扭头就走了 这秦王妃突然觉得 是不是自己说错话了 另一边手握大权的李世民 正在商议突厥的问题 上次连蒙带片的给他们糊弄走了 可是早晚还会来 眼下大家探讨一下 熟悉突厥战术的将领有哪些 李靖将军最为熟悉 李毅将军辞职 说起来啊 薛万彻最熟悉 可惜他跑掉了 李毅薛万彻 都是钱宗公的人 我们当年追随殿下 一直以来 殿下最注意的是人子 现在事端平息了 我劝殿下不计前嫌 以人才为本 我看如果殿下不计前嫌 最应该找回来的就是 薛万彻啊 房玄灵也紧接着表明 王规围挺 与我有旧仪 我最知道他们的才能 如果能收尾我用 我们不妨收用 李世民想了想 这说的确实是有道理 不过王规围挺上次被发配了 得给俩人先赦免 才能为己用 当然这个也还不急 眼下最要紧的 还是薛万彻 玉池公听此眉头一皱 不行啊 上次在玄武门俺俩科的最凶 我要去找的话 怕适得其反了 但我知道谁合适 李静 画面一转 李静拱手于一间茅屋前 惊得下人同意 坐于屋内以烈酒一壶 引出躲于屋外的薛将军 凶嫂 还记得老弟 惭愧啊 请请 请请 走 走 将军请 请 寒暄过后进入正体 得知李老哥是来劝规的 还说当今太子要为己中任 老薛是一百个不相信的 不信他李世明会不计前嫌 我 比姓名担保 这 其实 可是 也用不着我担保 我这有太子的首令 还真是这样啊 老薛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将军怎么知道 我一定是住在这里啊 这你要问他了 薛将军还记得送我的香茅油吗 刚才我进屋子的时候 闻到一股香茅油的味道 香茅油本产自安南 如今在中南山闻到了 薛将军不在这里在哪里 画面一转 薛万彻被封为太子公妇护君 等于是官妇原职了 这眼下该照的也照了 该换的也换了 也该轮到前太子贤马魏征了 长安一鸣宅 魏征和媳妇正酿酒 他魏征可是唐朝的酿酒大使 其酿造的两款葡萄酒 更是风靡一时 可此时的他却是手中有酒 心中无酒 李建成挂了 自己这前太子的谋事 不出意外应该是树根里土玩完了 魏夫人也跟着埋怨 当初太子同意杀窦剑德的时候 你和李二就心有相惜 我让你转头到他的文学馆 你就是不听 现在好了跟错人了 要死了 你赶紧逃吧 逃 逃到哪儿去 我们回河北吧 现在恐怕连长安都出不去了 大唐统一了天下 反而没地方可跑咯 你和房群灵不是同窗吗 要不你去找找他 恐怕死得更难看 跟错了人 跟对了人 真是大不一样 可这话未争就不太爱听了 我跟错了人 前太子有什么不对啊 在陛下之下处置朝廷事务 难道有哪一件处置的 是错了的吗 好好好 你跟对了人 可是我们在这里担心什么呢 魏征没话说了苦笑一声 爱不想了 爱怎么敌怎么敌吧 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 但说是这么说 当天晚上 魏征还是用了一整夜时间 给当朝太子写了一份奏书 上写八条建议 条条都是如何安宁 并交代夫人 如果自己真的死了 交给朝廷也算是厌过留生 不枉世间走一遭 话音刚落 奉太子教 传魏征 生死 再次一搏吧 魏征迈着沉重的步伐 进了太子殿 侯军级提前布好陷阱 差点给老魏弄一根头 看来秦王府的人 对骑士恨之入骨啊 想想也能理解 他李建成那么多心腹 只有你魏征 千方百计想弄死安安 不想杀之而后快才怪了呢 魏征拜见太子殿下 李世民见词也不莫及 直接开问 曾子说过魏人谋而不忠呼 你主子李建成挂了 你作为谋士还活着 你是忠心还是不忠心 魏征也不含糊 您收到曾子 那我就给你说说他的老师 孔子 老爷子为了实现理想周游列国 以忠来说 孔子应该待在鲁国 忠于鲁军才是 你说他是忠还是不忠呢 照你这么说 君臣之间不是什么都没了吗 所以要看 是忠于君王呢 还是忠于社稷呢 从前春秋时期 齐国的管仲说过 忠于社稷要高于忠于君王 社稷王的臣可以死 若社稷还在而只是君王死 无非只是难过而已 李二笑了原来建成死了 你只是难过而已啊 魏征毫不犹豫点点头 当然 因为大唐的社稷还在 再说了 如果君王肯听忠臣的话 又岂会让社稷有难 反之不听忠臣谏言的君王 也没必要跟着他一起死啊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的忠言就是 劝前太子 杀我 是这样 因为殿下与前太子争 天下不安 社稷不宁 所以 两人之中 当杀一人 所以 当初太子 若听了我的话 必无玄武门之祸 狂妄至极 玄武门之变后我不出头 是因为我做的是管仲和燕子这样的 大唐设计的忠臣 话应刚落在场 忠臣十分不愤 就你这样的还忠臣 怕不是贪生怕死 然而正是其他人不愤的表情 反倒恰恰衬托了 李世民的心胸与格局 免贵 李世民明白自己出掌大权 需要像魏征这样 敢于直言尽见的贤臣来约束自己 以免狂妄跑偏 在自己无所不能的同时 会想办法克制自己的私欲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随后 李世民更是任命魏征为东宫詹氏主部 另外命其为智氏 也就是清朝的钦差大臣 让他去安抚河北民心 如果遇困难可便宜行事 谢殿下 殿下想到河北 臣的出生地就是河北 直到河北人心最难制服 河北乱则天下乱 河北安定则天下安定 原来自从玄武门之变以后 太子和齐王手下的残党 基本都逃往河北避难 朝廷三方五次下令大赦 奈何残党疑心太重 不幸他李二会如此大度 再加上朝廷对斗建德和刘黑榻的暴力镇压 久而久之 河北早晚会再次结干而起 让身为河北人的魏征去 第一符合民意 第二是是魏征中心 第三魏征确实有能力 此时交给他能圆满解决 一举三得 何乐而不为呢 而魏征也没让人失望 不过半年时间 就将河北争端彻底解决 李世民很是高兴啊 一来问题解决了 二来自己再得意大财 三来他如今已经从太子晋升为皇帝了 能不开心吗 倒是魏征一头雾水 我出差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就上位了呢 李二一笑好吧 看你有公正就如你所愿 跟你说说这经过 这要从俺家老爷子的身子骨开始说了 自从玄武门之变后 老爷子的身子确实不太行了 连刑防事都开始力不从心 于是理所当然的 他就有了隐退的心思 不过也是因为他退不退的没啥区别 大全都掌握在李二手里 李渊也不准明白事情已成定局 既然如此还不如自己上位 至少还能让儿子记得自己的好 当然在正式上位之前 老爷子也没忘把跟随自己多年的老臣 依往上提了提 命太子詹氏宇文士级 唯忠书令 着生简孝吏部尚书 封得宜 唯右胡燕 命前天字府 兵曹参军 杜燕 唯玉石大夫 太子宫右肩门律 张孙安夜 唯右肩门将军 太子宫右内腹律 李克施 唯左领军将军 武德九年七月初七日 解军陛下 然而事情进行的并不顺利 培击这老东西一见李渊的做法 立刻猜到他想退了 那是一百个不同意 都说树倒胡孙散 您退了 新党还能容得下我们吗 您虽然得老臣们做了铺垫 但是在高的官职部也是皇帝的一句话吗 咱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 怕是再没有举杯畅饮的机会了 李渊一想这话也有些道理 可他也是真的想退位啊 怎么办呢 次日一早李渊召来一众老臣 还有他太子李世民 太子啊 如果你一坐到这里来 你旁边还会有他们那些人吗 陛下我不太明白 我想 如果我做了太上皇 这好时光还会有吧 李二听此瞬间明白 这是在逼自己表态 如果说没有皇位可能遥遥无期 如果说有也许就近在眼前 但是承诺了可就不能再违背 毕竟大唐以孝为国本 而经过深思熟虑 左右衡量 李二最终答应了 陛下和老臣们的好时光都会有的 酒也会有的 好 饮酒 饮酒 一切敲定隔天 裴继就送来了善未诏书 李世民装模作样地玩了一手 三辞三让后 接过了诏书 随后 在多次派人请李渊出席大典无果后 李世民带着没有父亲祝福的遗憾下 正式登基 百官朝贺大赦天下 从这一刻起 这天下就要迎来新的主人 大唐也即将展开新的篇章 长话短说登基大典结束 长孙氏也顺理成章被册封为皇后 长子李承前为策立为太子 就连李渊吉的老婆杨妃 也被李世民策为自己的贵妃 受人点滴之恩那切相报啊 其余功臣也各有各的少 以上就是你走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 魏征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 谢过李二个回个家 然而这种轻松日子没过多久啊 突然有人来报 突厥协力可汗与突厥可汗 已率二十万铁骑陈兵于渭水河派 看来该来的永远也躲不掉 面对虎视眈眈的突厥 李世民让兵部 将所有不在战斗状态的部队 全部调回长安 随即召开了朝义 让所有臣子放言讨论 于是这接下来的朝义真的变成了 畅所欲言的天堂 以欲持静德的脾气 就一个自干他们 俗话说人不狠站不稳 你不一次给他们干服了 下回还得来 可防玄灵部这么认为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大唐的兵力有与之抗衡的能力 但是多年的内战使得如今的大唐 外强中干 如果一次干不服突厥 面临的将是无休止的骚扰 还有其他例如土玉魂 高昌等国 也将趁虚而入 所以眼下应该以缓兵为上策 恢复国力 为将来一举干死突厥而争取时间 但李静听此又不大乐意了 臣没有豪言也没有怂语 只求二十万兵马踏平突厥 退一万不说就算踏不平 只要我李静还有一口气 保长安无恙 李世民看着一众干将 满满的都是欣慰 可如今不是讲一气的时候 朕还是觉得 方玄灵说的是个实情 现在我们赌不起 现在不赌 未必输 将来赌 我们肯定赢 不得不说唐朝的百姓 遇到如此心系天下的君主 真乃信也 另一边 协力可含派了直施私立为使者 进长安交涉 其实此举就很迷了 你突厥成冰畏水 不就是为了血踏长安 那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 可能这就是李世民能谈走突厥的原因吧 而李世民听说来使者了 都说远到是客 那可不能怠慢呢 小琵琶给使者奏乐 结果这使者是听着听着就哭了 还他妈没见到人就要给抬走 我要回家找我妈 李世民大笑 既然来了就别走了 我们屡次和你们结盟 送给你们金银筹断 至今已经不计其数 可是你们却屡次毁弃盟约 难道草原十八部的人 都不讲细语吗 把草原十八部使者 直施私立给我扣押 等朕回来 斩首 是 走 一旁的裴记有点不满了 直施私立怎么说也是使者 两国交兵不战来时 希望事情还有转环 真是俘虏之剑 知道什么叫兵不厌诈 李世民都不想搭理他 六匹战马打玄武门鱼冠而出 直奔渭水河畔 协力得知李世民只带了五个人前来 而且使者还被人扣了 心里可就没底了 看来他李世民是有恃无恐啊 简短截说以渭水河为戒 大唐一军五臣傲视突厥二十万大军 丝毫未有惬意 李世民更是王者之风策露 几个突厥小兵不自觉的下马叩拜 都说输人不能输阵 第一炮已经打响了 李世民要借着势头 继续摧毁协力的信心 只身来到桥中心站定 谈判开始 李二的意思很明确 自己刚继位 现在是一个崭新的大唐 我身后的几位都是我的公骨之臣 智囊担当 告诉你这些也不是炫耀 而是想说大唐在我的领导下 比以前更好了 但是再好的大唐还是大唐 你我之间的盟约不会变 每年该给的一样也不会少 你远道来到长安 我要亲自告诉你 我要信守盟约 如果我不再遵守盟约呢 随着口号 御时静德 秦淑宝 薛万彻 李静 四位汉将率领二十万堂军 奥立在山巅之上 协力见此难免心生忌惮 倒是李二有了底气 缓马过了渭水便桥 我们结过盟 就如同香火兄弟 不可以说变就变了 好啊 我可以不变 可是我既然来了 就不能空着手回去 我得多带些东西回去 这样子 我们重新定了盟约 我给你 你想多要的东西 可是我的兄弟 你要遵守新的盟约 好 明天怎么样 好 明天 便桥上 我们斩白马 盟室 好 明天便桥见 一言为定 扯兵 次日渭水便桥 一匹白马向桥中走去 此时的他承载着李世民的 仇恨 愤怒 隐忍和无奈 同时也承载着 突厥的狂妄 蔑视和欣喜 一抚下去 渭水之盟签订 协力为了装好人 还将自己带来的牛羊送给李世民 李尚往来吗 不过不出意外李二拒绝了 那玩意儿为太大不要 你要是真有心我加点钱 你把一路掠夺的大唐百姓还给我 协力欣然答应 双方完成最后一次交易 渭水之盟落幕 据说此一次大唐国库基本被搬空了 对于能力与自尊心相匹配的李世民来说 这城下之盟就是耻辱 而从城下之盟忍辱赔款到一雪前耻 李世民仅用了四年 为贞观之质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当然这是后话了 多日后李世民外出打猎 陛下 那儿有兔子 李二闻声搭建 可见见所指之处遍地海谷 那都是曾经与自己一起 征战四方的勇士 活着的时候不能归家 死后绝对不能让他们 买骨荒漠浑落一乡 李世民决定动用百姓收集海谷 聘高僧为其超度 陛下清零法事 普度众生 十方世界 性甚 性甚 大唐武德以来 众道不众佛 未尽以来 南北佛教兴盛 僧俗众多 天下收海谷 佛教信众 伤亡已多 朕特来祭奠 此高僧正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孙行者 他师父玄奘法师 后来李世民为其赐了国姓唐 所以叫唐玄奘 只见他双手合十 默默为亡灵超度 朕镇犯阴随着烈火浓烟 带着所有阴魂飘入轮回 这蒙也立了谷也收了 想要躲清静那是想多了 毕老臣提议如今大唐心力 前太子和齐王的名分 也应该给个说法的 要不史书流传后是不好看的 李世民也不是小心眼 名分可以给 但是我不懂啊 陛下 臣以为称前太子为西王 前齐王为海陵王 比较合适 臣以为 西王嗜好为尹 海陵王嗜好为次 臣以为比较合适 可以 这名分和嗜好都有了 那就选个好日子下葬吧 可是有个问题 你们这些救不去不去送葬 所有人一致表示不去 别弄得像不忘救主心有余念似的 可李世民确觉得必须去 念及救主恩德不代表不忠 就像当年魏征送别窦见德一样 相反的 你们不忘救恩 也才不会忘记我的新恩 好都说到这份上了 出病之日 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救部纷纷换上白衣 白礼送葬 老父亲李渊得知此事 心中也多了几分安慰 不过病葬结束新的问题又来了 是这样的 这天下了朝礼二吃完饭溜完弯 也该睡觉了 可这伺候的小宫女 一个个的也不知道咋了 擦个镜子掉了 换个镜子盒子倒了 端个竹台差点扣了 李二这腿伸半天也不知道给脱个袜子 窝火的李世民趴击就是一脚 当初老爷子当皇上的时候 没见你们出过错 我这上位没几天 一个个的就心不在焉 要是不想干嘛上去财务结算工资 滚蛋 都说家有贤妻万事如意 国有贤母畅通无阻 身为后宫之首的长孙皇后 没有断言而法 而是询问了原有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最近很多宫女都神情恍惚 心事重重呢 女官当即红着眼睛表明 皇后知道天下收骸骨的事吗 武德间征战未平 陛下执政之初 即收天下骸骨 平复鸣心 可是骸骨找到了 家人也就知道了 宫中不少宫女 知道了父兄战死的确实消息 心中悲痛 已知神情恍惚 李世民听完 一种愧疚感由心里滋生 袭遍全身 战士们为大唐而死 自己还对为此伤心的亲人又打又骂 他心中的人德不允许 他要道歉马上道歉 绝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分青红皂白 而含了英雄家属的心 当即令人连夜喊起宫女 殿外集合 随后让父兄战死的宫女全部起立 这不战不知道 一战真不少啊 李世民先是 给刚才被自己打骂的几个宫女 道了歉 然后携皇后给战死将士的亲属 深深一败 如此心胸何愁民心不归啊 最后李世民还决定 让丧亲的宫女带心休假 回家处理丧事 陛下去战利者 休假出宫 处理家事 谢陛下 谢皇后 不过这处理完宫女一事 也让李世民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这宫女也太多了 真是不见不知道一见下一条 那乌泱泱一片 少说有万把个人 这刚结完喂水之盟 国库空虚 眼下养这么多宫女实属浪费 再者战争所带来的人口减少 已经不足随末的二分之一了 看来削减宫女势在必行 一来可以减轻内庭消耗 二来遣散的宫女回民间结婚生子 也可以促进人口增长 当然被裁减的宫女 那是一百个不愿意 这里有吃有喝还不用风吹日晒 搁谁他也不愿意走啊 但奈何皇家有止 只能含杯返回民间 早跟晚之生儿育女 为大唐的人口增长献上一份保利 宫女事件就此结束 这手头上也就没什么大事了 君臣几人开始讨论起年号 老爷子打天下以武德为年号 合情合理 可如今大唐进入发展阶段 很显然武德不适合 天佑如何 这不大妥吧 这像是把责任都推给了上仓 关键是不能显示 陛下要治理天下的决心呢 我所指的上仓 乃宏大之上仓 混沌之穷仓 你说他混沌吗 有之则无 无之则有 但是万物生息 都要靠他护佑 天子乃上仓所赐 我大唐天下 也要靠这样的上仓来护佑 这有何不可呢 李世民听词点了点头 天佑是不错 但是还不是最后 不够表达正的心思 说着转了转眼 朱子看向魏征 魏征 我们大家正在议论这个年号 你有什么想法 孔子做一转 一转说 天下之道 真观者也 这个真字是中 正的意思 这个关字是显示的意思 所以真观是显示中正 孔子又说 正者正言 以身作则是政治的根本 我以为新年号可否用真观 李世民听完连连点头 真观之志就此上线 为了庆祝新年号诞生 李世民还大摆宴席呢 然而不出意外的就要出意外了 一片远临到 书生马周正行往长安准备赶考 却在中途遇到一眼眼一息之人 此人叫林远山 广州人为了去长安告状 被人一路追杀颠簸于此 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特将状旨托付给马周 希望能帮自己上告 今生无以为报 来世院为牛马之劳 这马周不是贪生怕事之人 可你这就一张状旨 谁知道真的假的呢 也没什么凭证啊 哪知话音刚落 一声立刻传来 马周躲在树后 亲眼看着两名恶徒砍杀了林远山 也终于能肯定冤情不假 不然也不会下如此狠手 带得俩恶徒远走 马周简单埋葬了老林 同时按下决心 一定为其申冤 长话短说长安大理寺 马周递了壮旨 但没想到大唐有律法规定 地方案件长安不与寿命 除非有朝廷文书 马周又辗转来到御史台 结果得到的也是同样的答复 看来这不管到哪里 没关系都不好办事啊 不过这说到关系 马周立刻想到了中廊将长河 对 就是那个玄武门守卫长河 马周到了长安后 一直寄宿于长府 他长河也多次想让自己 坐骑府上幕僚 何不借此机会求他帮忙 我跟陛下打天下 也跟陛下一样 最喜欢你们读书人 你就留下来 在我府中做个幕僚吧 那太好了 说起来 这次来长安 还有一件为难的事 什么事 有人要告状 但是文书手续不全 将军有什么办法吧 我们军人不管这些 你还是去问御史台吧 马周这才刚从御史台回来 还问个毛 再想折吧 想着想着 一群孩童嬉戏声传入耳中 马周突然眼睛一亮 有了 可以借助舆论的力量 来博得官方的注意 于是一手童谣 瞬间传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 也自然而然地 进了李世民的耳朵里 这童谣的内容 是前秦王府大将 现任广州大都督党人红 在广州一手遮天 买卖官职欺压百姓 经过重臣商议 此事不能放任下去 因为党人红不只是代表朝廷 更是代表大唐的权力中心 所以不管歌谣是真是假 必须揪其源头 查其根本 这件事情 魏征来办了 你们御史台 要出人配合 是 既然决定要查了 那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派人找到小孩 问了教他们歌谣那人的长相 再根据出现的位置 稍加盘查 便有了结果 他是长河将军府上的一个幕僚 长河将军 代马周来 我要亲自审他 是 画面一转长府 马周一见来人 笑了 总算是雾霄云散该露天了 来到中央办公厅 魏征简单了解后 问了几个问题 你不认识党人红 为何要告他 第二 你没去过广州 怎么能确定 撞纸上写的是实情 马周想了想回答 如果一个人能拿性命骗我 那这造谣诽谤之罪 我也认了 这话没毛病 我揭发的事实确凿 他不仅贪赃妄罚 而且 欺压百姓 如果杀人的事情也有 那等于 杀人越货 侯军吉也认为 党人红曾是秦王府的功臣 如果这些是属实 必须弄死 要不没法给天下人交代 也会对朝廷产生不良影响 李世民点了点头 如果 包庇 纵容大臣犯法 补谁欺 欺天呼 朕 命魏征 为权权大使 调查此事 臣领旨 魏征双管齐下 一方面以皇上想和党人红叙旧为由 让其回长安 一方面派御史下广州暗访 简短结说 经过数日调查 党人红贪赃枉法 欺压百姓 罪行全部属实 唯独没有杀人 林忍山被杀是党人红手下 冯领男所为 党人红并不知情 李世民下令 务必要让冯领男认罪 长安揭示冯领男正逛忧 要问他为什么在长安 因为童谣四起威胁到党人红 特派他来状告诋毁之人 这也振合了魏征的义 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 古镜片真言 马舟化妆成一江湖术室 见到冯领男二人就直接晕了 两人不解喊了半天 结果这马舟醒来之后 面露惊恐 撒腿就跑 就是你们 本就做了亏心事的二人 岂能放任其离去 一路追赶便将马舟逼入绝路 开口便问 你为何见我二人就慌张逃窜了 我又不认识你们 我为什么要跑 哼不说实话 行动手 这手下小刀直接就架脖子上了 不说不说就把你舌头割了 没用 别别别大人 我说实话 我说 是我这个 我这个古镜处的怪啊 古镜 是 什么怪 我这古镜啊 你过去要是干过什么 我这古镜一照 他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别装神动鬼的 看到了什么 快说 随后马舟就将当天发生的事 一丝不落地说了一遍 这冯领男也不傻 亨海古镜显灵 显得巴巴 肯定是我俩干死他的时候 你就在附近 如今想以此事敲老子一笔 门都没有啊 看刀 哼哼 广州超级使逢令男 想在长安杀人灭口啊 马舟也接着一笑 现在俩傻子亲口承认杀人 而且还要杀人灭口 真是罪上加罪 想狡辩都没机会了 同时也可以证明 党人红没有杀人 当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袍泽 在见面的时候 李世民恨哪 你是真让朕伤心呢 陛下 我知道 错了 错了 完了 大人后 你说 我们从 晋阳起兵开始到现在 死了那么多人 流了那么多的血 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 朝廷不像朝廷 百姓不像百姓吗 可是你的所作所为 你抱怀有什么两样 党人红听此懊悔不已 懊悔的不是自己 接下来的下场 而是伤了秦王的心 他无言以对 李世民命人将他带下去 随后询问了众人意见 四人一致表示 虽无杀人之罪 但其犯的天条足以处死 更何况身为原秦王府名将 不言成恐将落他人口舌 因此就算再不忍 也只能下狠心 李世民沉默了 当晚做了整整一夜 最终下了决心 用自己九五至尊的颜面 换他一条薄面 魏征常对我说 天子更应该去私立功 可是此时此刻 我面对党人红 却是满脑子的私情 党人红一家 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 两个儿子死在江城 大儿子死于薛举之战 我们中了埋伏 薛举的牌剑 第一个穿透 党人红的大儿子 满身的剑感了 党人红趴在儿子的尸体上 用舌头舔干儿子脸上的鲜血 转身上马又去拼杀 武德五年洛阳城下 我们和王世冲拼杀 党人红抱着受伤的儿子 来到镇的面前 胸膛被长矛刺穿 掩掩一息 党人红把儿子交给镇 依然没有说话 继续冲杀 孩子在镇的怀里 断断续续的说 不能尽孝了 让镇照顾好自己 然后就死在镇的怀里 两个儿子就这样 为大唐的江山死了 我李世民在战场上杀人无数 可是面对党人红 我是真的不忍啊 我 我求你们 我求你们 就是饶了党人红一死吧 朕 是天子 不能归求大臣 总可以归求于天吧 上天啊 就给党人红 留一条命吧 这就是李世民 这就是大唐的太宗皇帝 这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明君 豪情万丈的同时 又不失峡谷柔情 铁蒸蒸的一个汉子 其举动让人为之动容 在李世民的跪求下 党人红免去一死 流放三千里 解决好一切 大唐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整治 眼下要整治的有两个方面 一 军队 兵部尚书杜如慧 给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案 首先兵将分离 收回所有将领的兵权 国家统一管理 其次以农养兵 收回兵权之后 让士兵闲事耕种威势披甲 好 这样好 不过此方案虽说接近完美 但是执行起来困难重重 需要时间慢慢递进 这第二个要整治的就是官员 如今朝堂上的在职官吏 有不少都是武德年间遗留下来的 虽听令于朝廷 但大多都看他培计的眼色 眼下想要扭转这一局面 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官吏考核 不合格者一律罢官 只是这样一来 恐将面临就官反噬 所以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如果真惹众弄 到时候就需要有人出来顶纲了 估计 在 你做好准备 我随时牺牲你 好 好 好 用我一个人 换一朝的人 值得 值得 随后正式下达官吏考核文书 此举一出 将所有靠关系的浑水摸鱼等 全部榨了出来 纷纷向裴三求救 对此老裴的意思是 等待时机叙事待发 不着急 怎料过了没几天 心理大师赵德延也上门了 不过赵德延倒不是浑水摸鱼的那拨人 他纯粹就是贪 此次也是想拜托老裴给自己找个 更好捞钱的岗位 两人都是专攻星际的伙 一拍即合 可眼下想找石缺还需要契机 但裴三答应他机会一定会有的 不过在任职之前 还得让他为自己办点事 那就是暗中走动对考核不满的官吏 以备他日之需 我呢也正好有所了解 是 是 所以咱先把视线聚焦在今年的汉情上 此次汉情已关中最为严重 是近二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各州府纷纷开谈求语 均未能得到上苍垂情 如今只能靠大唐天子了 好 我来 不过 主祭很苦 自古以来 像齐宇这样的祭祀 非常惨烈 不惨烈不足以感动上天 比刀伤剑伤如何 岂只是伤 要以 性命奉献 都说 天子 智为尊贵 什么都不怕 其实不是啊 天子对上 畏惧天 对下 畏惧朝廷和百姓啊 观众大汉 我畏惧 还是我来吧 画面一转祭台上 李世民赤裸的上身缠满荆棘 双手高举以求恩赐 日月乃苍天之眼 未表敬意必须护观 面对炎炎烈日 李世民强撑许久 最终不得不败给人体的生理极限 经过好半天的休养 李世民才再次清醒过来 只是这雨始终没有下 李世民有点心灰意冷 但在老婆的劝慰下 很快就又再次振作起来 既然如今老天爷不给我面子 我也干不过他 咱只能自己想辙了 到了这种地步 立朝都允许百姓外地启使 现在看来 龙幼还插枪人意 陛下应该开关放人 眼看其他人没有更好的办法 也就只能出此下策了 有了皇帝的乞讨文书 关中百姓纷纷托家带口 出关求活 玄奘法师也借此机会 踏上了长达十九年的取经之路 这天李武案导演要求 路过乞讨民众的队伍 见到一没有难盯的婆媳三口 出于不仁给了一块硬饼 经过交谈得知 孩子他爹当年在攻打王世冲的时候 战死洛阳 老太太没有抱怨 大丈夫为保家为国而死理所当然 但麻烦您给皇上带个话 一主意扑闹了唠家常 李武就将老人家的话告诉给了李世民 这人心都是肉掌的 李二听完心里酸酸的 马上让李武去通知房玄林 免去一家人的租拥调 这租拥调也就是大唐的赋税机制 李武领命离取 李世民心里大为畅快 随后把自己的英明之举告诉了众臣 想让齐为自己感到自豪 果然 魏征感觉到了 陛下此举不仅错了 而且十分愚蠢 魏征 你也太放肆了吧 陛下既然错了 为什么又不肯承认呢 这里世民可就纳闷了 难道做好事还有错吗 皇权不下县 陛下直接免除民间一家的租拥调 县令就难办了 我身为皇帝 这点权力都没有吗 魏征的意思所谓金口欲言 你的每一句话天下人都得听 可是话说的不是地方 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你赦免一家 让别的人家怎么想 会不会去县府上闹呢 如果闹了怎么解决呢 你能全给赦免吗 如果你真想让百姓衣食无忧 安居乐业 应该靠的是失之有效的政策 而不是一时的心软 行了行了行了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事情 现在我心中最大的事 就是草原十八部了 方权林 你看这个事怎么解决 陛下 臣以为 陛下 这百姓辛苦的事还没谈完呢 怎么又谈到草原十八部来了呢 你 草原十八部不除 怎么过安门日子 陛下难道不明白 除草原十八部靠的是什么 是百姓 命至国力 你给我闭嘴 我现在不谈国力 让我闭嘴 那还要我干什么用 不如直接把我给杀了 还少费朝廷一份钱粮 这给李二气的 我是皇帝我也要面子的 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今天不宰了你 老子就不叫李建成 说完回屋拿剑就准备收拾他 都说怒急将至旁观则明 长孙皇后知道他李二是在气头上 也知道魏征对他的重要性 撩袍一跪 臣妾恭贺皇帝陛下 你干什么 臣妾恭贺陛下 恭贺我什么 大唐能有魏征这样的良臣 是陛下的姓氏 难道我不该恭贺吗 有你们这些人在 我想做个坏皇帝都不可能啊 那是因为陛下圣明 才能把那些良臣 吸引到身边来 李世民看着这个糟糠之妻 眼里透尽了温柔 妾儿也消失全无 回到太极殿老老实实 跟魏征道了钱 让他别往心里去 都是哥们以后想说啥说啥 只要我不想杀你 就绝对不会杀你 随后几人再次回到梦突厥的话题上 经过杜如慧的数据分析 最后证明还是魏征说的对 国力不允许 没办法以后再说吧 那眼下的大事就是官吏考核 各州县的官吏陆续来到长安 考核也进行了多日 随着人数越来越多 弊病也逐渐显露 现在长安的大小客栈早已住满 道远的官吏只能在城外搭帐篷 问题是还有三分之一的官吏没有到 这吃住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陆陆续续考核完的卷宗 像高中课本一样堆满了力度 靠人力看完得老长时间了 这些未知的问题 看在众人眼里急在心里 可对裴三来说却是天助我也 次日早朝首先发难 朝廷的根本是什么 稳定 如今因为又蒲叶主管的考核 搞得人心浮动 如果不从长记忆怕难平人心呢 各级官吏 对 考核不满 这一位 考核标准 可依可论 但是 考核 不能免 既然皇上发话了 那梅者只能退而求其次 将主管的位置抢过来 裴三给手下递了个眼神 臣以为 右蒲叶 有结党营私之嫌 臣以为 改命 左蒲叶 主持考核 无可议论 可李世民的意思是 既然有人不相信右蒲叶 那同样职位的左蒲叶也应该避嫌 咱们干脆折各种 左右蒲叶都靠边 让中书令房玄林接任主管 裴三还想说些啥 但李二一锤定音 就这么定了 裴三气鼓鼓但无可奈何 下了潮 李世民和房玄林商量了裁员细节 首先把要留的人和可留可不留的人 还有必须裁的人分别入策 然后按此分类制定考核标准 这样就可以留下想留的 淘汰要裁的 至于可留可不留的 就看朝廷需要了 明白了 我要撤免无忌的职权 这样你就好做人了 这说撤就撤 李世民把左右蒲叶叫到一起 两人很自然的就擦出了火花 裴三也不客气 当初有人说考核出了 披露自动请辞 也不知道说话算不算数 而无忌为了不让裴三起 表现出万般的不甘心 加上资历尚浅的无可奈何 最后只能低头认栽 我请辞 又不业和力不尚书 言而有信 你可做朝臣的表率 裴三庆幸命运的安排 这次考核看来稳了 殊不知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 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 长孙无忌的请辞 让裴三放下了戒备 同时堵住了所有不满考核官员的嘴 也给了房玄龄足够的筛选时间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着 所有外地官员都已考核完毕 缴了卷宗 回了地方 经过一年多的筛选 调配 裁员结果终于出炉了 公元629年 贞官三年 经过此次考核 裁掉了多少官吏 不知道 但知道的是 此次裁员将裴继的人脉 斩了个七七八八 到了现在裴三才知道 自己一直是黄雀眼中的螳螂 裴继还想再挣扎挣扎 可惜虎落平阳被犬欺 落入淤泥就算爬起也无法干干净净 他最后的结局 不出意外就是回家等死 而裴继下台之后 房玄龄和杜如慧成功上位 退了朝 李世民还找来了李靖和张公景 商量一下突厥的事 都说有仇不报非君子 城下之盟至今已三年有余 现在大唐国力日益增强 你们俩看看有没有可能干他一下 李靖想了想 眼下大唐有精兵十七万 干绝对可以干 张公景也表示 我认为时机到了 嗯 怎么讲 陛下 我的理由有六 一邪力可汗经过岁月的洗礼 脑袋有点嗅豆了 二突厥内部不少小可汗 有搞分裂的迹象 三邪力和突厥书之俩也开始彼此猜忌 四说了等于没说 五近两年突厥不知道得罪了哪路神仙 那大雪下的邪火 牛羊冻死无数 其整体实力大打折扣 草原十八步掳去的中原人连年来 逃到山里的应该有十几万人 只要我们的战事一发动 这十几万人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内应 李世民点点头 果然666 那咱就跟突厥刻一下 但常言道 大智者不打无把握之掌 所以他就提前将心理大师赵德延 空降到突厥 先给他霍霍起来 听回来的唐俭说 他赵德延已经扎下根了 且深得大克汗气重 这给众人乐的 赵德延是个为了向上爬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人 他为了博得杰力可汗的欢心 他会给他出很多很多的主意 可是呢 赵德延并不了解草原十八步 杰力可汗 一旦采纳他的意见 就会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就是赵德延最大的用处啊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这句话 说赵德延是再合适不过了 唯独魏征面露鄙视 大丈夫英行的正坐的端 虽然他赵德延是狭隘奸诈之人 但是身为帝君的你 利用他人达到目的 不也是小人之举吗 如何以心力本呢 那赵德延本身就是一个小人 陛下凭什么用君子之道带他呀 此言差矣 陛下是一国之君 是天下人行为的典范 这等小人之举 难道不是教天下人学话呀 现在是打仗 有什么君子小人哪 难道 行了 我告诉你魏征 我是不会听你的 你去 魏征有错吗 没错 李二有错吗 也没错 错的是战争 但话又说回来 赵德延这别的本事没有 蛊惑人心那是真的有一套 三下五除二 直接将协力和突厉叔之俩 搞得是你死我活 突厉更是在一气之下 带着手下跪拜了大唐的市民哥哥 投降了 从你开始 你应该成为唐朝的封疆大吏 我们相互信任 谢陛下 有了突厉可汗的归降 聂突厥的时机已经熟得透透的了 正好借着寒冬 趁他病要他灭 兵部尚书礼敬 为定相道行军总管 命并州都督李世纪 为通墨道行军总管 命灵州都督薛万彻 为畅武道行军总管 命华州自使柴绍 为金河道行军总管 和军十万 由李静总领 准备与草原十八部决战 征官三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从渭水之盟那天开始 李世纪就立志他日定要一雪前耻 时隔三年两个月又二十三天 终于能将失去的尊严 连本带立地讨回来了 而李静也不愧是八大军神之一 他没有让李世纪失望 率领三千骑兵 活捉大可汗 李世纪收到前方捷报 憋了三年的玉器 彻底释放出来 看着开心的众人 一千四百多年以后的老马 也跟着傻傻地笑着 傻笑间还伴随着点点的感动 只是乐极总会带着杯 伴随着唐军大胜的是 杜如会去世的噩耗 年仅四十六岁 李世纪不可置信 多日后才终于从 失去爱臣的悲痛中走了出来 傲然望着被押借回长安的协力可汗 囚车里的协力像是一头等死的草原狼 脸上露着狼王该有的倔强 听闻此话曾经高傲的草原可汗 除了不可思议与错愕以外 剩下的只有对大唐皇帝的钦佩 他的实力 他的胸颈 他的气魄 无意不让自己臣服 臣服于如此伟大的君主 是上天的恩赐啊 此战过后 突厥对中原的袭扰得到了遏制 实力也被大大削弱 从而保障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 给后来的开元盛世创造了安定的环境 同时也为后来歼灭西突厥创造了机会 就连李渊也是打心眼里高兴 自打玄武门政变之后 他第一次认可了这个二儿子 也第一次认可了大唐的太宗皇帝 大唐一同四海 天下响动 朕朔故今 我们高昌 于田 苏勒 康国等二十九国商定 愿为大唐皇帝陛下上尊号名曰天克汗 希望天地四方 接受天克汗庇护 这是前所未有的天克汗 身为华夏子孙 一种自豪感打心底油然而生 接下来的日子里 各国学者 商人皆以大唐为中心 进行学习与交流 长安城俨然成为了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也让各国识者领略了大唐的风资 然而还是那句话乐极生悲 多日后的一次朝会 众臣无意中说到了向周李好德一案 怎么回事呢 这李好德妄言妄语 抬手骂天低头骂地 天子在其口中就是个屁 按大唐律 凡是口出妖望之言者 十岁以上当展 可是经过张韵谷调查发现 此人是个神经病 唐律中也有规定对精神病要从宽发落 所以应该免死酌情定罪 但就在这时全万计有话说 常言道办事若欲七分熟 铁面为情三分流 他张韵谷和向周刺使李后德 那是推心致富的好朋友 而那李好德正是李后德的亲弟弟 陛下你平民细品 你胆子也太大了 为什么不让帮 陛下我与李后德有四交是真 可李后德甚染狂击也是事实啊 陛下不可以因为我与李后德有四交 而冤枉了李后德 张韵谷 朕一向以为你秉公执法 不寻私情 你太让朕失望了 等会陛下说到精神病 我倒想起来了 他张韵谷可是经常去找李后德下起 如果真有病 是您您会去吗 陛下 李后德的病是真的 你还敢堂护的 你也太猖狂了 把他拉到东西斩了 冤枉啊陛下 陛下 我冤枉啊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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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冤枉 李治之下 陛下 你给朕闭嘴 都说一句话救人 一句话害人 不管他全万计是不是有心跟老张过不去 还是单纯觉得是有蹊跷 反正在他的引导下 张韵谷死了 更尴尬的是多日后 经过调查 李后德的精神的确有问题 张韵谷并没有训思 至于下起也是出于对朋友的怜悯 得到真相的李世民懊悔万分 同时也感到气反 那你为什么不阻拦朕 为什么 我 现在人都死了 你又来品评 朕要你有什么用 都说这半军如棒 在帝王发怒的时候 最好的选择就是沉默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可面对过错自古帝王有几人 能每次都做到审之 毁之 改之呢 李二不愧是李世民 这李世民进行反思不讲 咱说说太子 小城前坐在书房像模像样 面前还有个老头叫李刚 不是我爸是李刚大李刚 而是大唐名臣李刚 现任太子少使 主管太子的文化课 往回到四年 还做过李世民的少使 此人可以说是德高望重 可这小城前 在李刚的尊尊教会下 仿佛听着优美的摇篮曲 睡得内叫一个晨 看着发出阵阵憨声的太子 李刚是恨铁不成刚 随之而来的就是金刚怒目 这太子看着老是发火 自己也很不爽 毕竟人家还是小孩子嘛 哪里有那么大的内心 说要尿尿顺着尿炖玩去了 玩多久咱不知道 这玩也玩了尿也尿了 心也尽了棍也尿了 终于想起读书为大唐爆笑了 可是在三暗事下 老是为何没有反应呢 曾经辅佐过三位太子的一代名臣李刚 于梦中辞世 享年八十五岁 屋外受到刺激的小城前癫狂而笑 他认为是他一厨子把老师对死了 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大大的阴影 当一个人遇到重大挫折时 你会发现他比一般人成长得要快 而且快许多 这小城前就是如此 几乎一瞬间就长大成人了 看着这个挺拔俊朗的太子 长孙皇后的眼里尽是欣慰 多少年的付出 到这一刻都值了 为什么 因为刚刚进行了太子加冕 如果不出意外 下一任大唐皇帝非他莫属 以前我总认为 做了太子 就会失去很多自由 得承受 成人不必承受的痛苦 我后来才发现 做太子 可以做很多别人做不了的事 他可以享受 很多别人享受不了的特权 比起这些 做太子所要失去的一些东西 那真是微不足道了 这话听在当妈的耳朵里 却正在心里 如此危险的想法可不能有啊 可就在这时里太乱了 太子殿下 来 坐过来吧 看着这个二儿子 当妈的眼里也尽是温柔 可是两兄弟相互交往的眼神中 却透着欲望不容的味道 看来里程前造反一事 早早就埋下了伏笔 画面一转太极电 李世民想去泰山风扇 结果被魏征和张玄素二人劝阻 就此打消了念头 接下来的日子 西突爵和土玉魂分别与大唐联姻 文成公主也嫁入了吐蕃 但俗话说得好 白眼的狼味不熟 土玉魂和大唐联姻没多久 就露出了小人本性 眼看大唐越发强大 心里这就越发不舒服了 经常袭扰大唐以西的边境 威胁和西走廊 贞观八年 李世民派大将军段志玄率军出击 击败土玉魂 迫使其西逃 可眼看唐军撤退 这土玉魂又返回梁州继续袭扰 都说敬酒不吃吃罚酒 给脸不要那就别想走 这次李世民决定让他们有来无回 就算回了也要撵到家里揍 是要一次解决救患 时尽腊月礼府 暖阳透过树梢照在一虎二人身上 休养多年的礼金就像辣妹一样 只干虽枯但艳花未迟 心里对战场的渴望 未曾因身体的剑老而削弱半分 眼下朝廷对土玉魂的态度 他也在时时关注着 有土玉魂的消息了 陛下今天下诏 讨伐土玉魂 这次不能没有我 这次不能没有我 你不要老掺着我 你越掺着我 我还真以为我不行了呢 我要进宫 我要进宫 我不是老掺着你 我是想让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多一些 那好 我去给你准备进宫的衣裳 好好好 你就给我准备那套 平定草原十八步的时候 见陛下穿的那套衣裳吧 太极殿时隔五年 义军义成再一次因为战事相对而做 李世民有点感慨 经过岁月的洗礼 自己的双鬓都偶有斑白 李将军就更不用说了 如此都还有披甲之心 令人敬佩啊 李静听闻 摇晃地站起身 已是自己丝毫不让撞年 奈何笨拙的肢体 已经出卖了不甘的心 李世民是笑在脸上酸在心里 对于为战而生的李静来说 宁可战死沙场 也不愿苟活于厅堂 满足他 任李静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 指挥各军 兵部尚书侯军级 为基石道行军总管 刑部尚书任臣王李道宗 为善善道行军总管 而李静也再次没让人失望 宝刀卫老用兵如神 率大唐各将一举拿下土玉魂 解决大唐多年顽疾 但是倒霉但李静也再次谈上舍 居然有人告他谋反 后经查实施诬告 可诬告之人却是原秦王府功臣 诬告谋反 判律反作 看来只有杀这个高增生了 李静长叹一口气 他就怕这个 他知道皇上对功臣如首服 眼下得知真相 那高增生有死难活 自己又给陛下出了个难题啊 行 你回去吧 臣的意思是 永远的回家了 回了府李静决定退出朝廷 隐居闹市 再不掺和这些麻烦事了 至于高增生李世民也是真的不忍 自从打天下开始 高增生就是秦王府的汉将 与李世民出生入死 半生戎马立功无数 如今却因为诬告李静而要面对斩首 但是话是这么说 朕还是舍不得处罚他 都说流水的年华 铁打的兄弟 曾经的秦王能蜕变为如今的帝君 因为有这帮兄弟 更因为爱这帮兄弟 他对兄弟们的情谊 早已超出了真正的手足之情 也是因此 这帮兄弟们才会对他死心塌地 这是真不忍心 按照律法将他斩首 真的是忍心换忍心 当你用真心面对世界的时候 回报的不一定都是真心 但真心一定比假意要多得多 打这以后再没有发生过 功臣装逼的事情 李世民还下了罪几招 给自己列了三条罪名 一 知人不明 错用了高增生 二 以私乱法包庇了高增生 三 讲罚不明处理不公 以三条罪名告罪于天下 若思三者 喜得无故 以公故见 且依来请 谢陛下 这高增生的事解决了 后宫又出大事了 经过多年的操劳 长孙皇后病倒了 现在是能看得医生都看了 该吃的药也都吃了 按眼下人类的手段 怕是治不好 李承前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打小就跟妈亲 他对长孙皇后的敬爱 绝对是发自肺腑的 看着虚弱的母亲 自己该怎么办呢 都说当人力所不及的时候 只有祈求未知的力量 我看救求父皇 替毒人当寺里 赦免求饭 求佛保佑吧 听着儿子的话 当妈的心里暖了 只是自己一生都在助人激善 佛如果真想帮我 我也不会躺在这里 最后叮嘱他一个 要做帝王的人 不要有私心 应该心耐天下 里程前连连点头 却没往心里去 第二天就上了奏章 求老爹大赦天下 保母亲平安 你的奏章 我看 左副爷告诉我 是你请求大赦 我只能决断朝廷的一些小事情 像这样的大事 是陛下才能决断的 李世民狠心为百善孝为先 有如此孝心方可海纳百川 准了 随后还考了考太子的绝世能力 对于高赠生的事 如果是你 你会如何处理 那么 你怎么判断你调查的结果呢 再复验 你怎么判断 你复验的结果呢 一件事情 如果有隐瞒的话 常常两次说的会有差别 再从差别当中再复验 好 好 眼见儿子如此睿智 当爹的高兴 大唐后继有人呢 爷俩还一起去看了长孙皇后 皇后提了两个要求 一死后简葬不得铺张 二取消大赦避免口舌 看到老婆如此决绝 李世民只能顺从 听你的 胡大赦 眼见自己做的一切被老妈否了 这里程前心里就郁闷 寻思出去透透气 走着走着 无意间听到几声艳鸣 突然灵感乍线 他要许愿 如果自己能射中其中一只 母亲的病就会痊愈 旁边的彪子跟了一句 好 既然好那就干吧 俩人你一剑我一剑 这就开射了 大雁无语你说你就你妈 你射我干嘛 边埋怨边飞 这飞呀飞呀 就飞到了太极殿的上空 里程前救母心切 脑袋也大条着 将皇宫归制全部抛在脑后 一剑就定入了太极宫 陛下 有剑射入宫中 谁在射剑 还不知道 李世民妖卦常见 站定宫门 双眼如局巡视危险 以保皇后周全 老爷子这边都火了 外面那俩还射呢 直到御灵军出现 才知道闯了弥天大火 太子 剑射如太极弓了 快跑 都说心虚者慌慌者必乱 跑出不到二里 里程前静直撞上了一棵大树 由于惯性使然腾空而起 狠狠地摔在地上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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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在此 太子 太极宫这边 皇后担心李世民的安危 拖着病区出来相伴 当看到剑尸上刻着太子成前自作孽 六个大字的时候 长孙皇后的魂都没了 真是怕啥来啥呀 画面一转太极殿上 李成前是被御灵军拖上来的 房玄灵看到太子的腿上 吓得脸都白了 太子他 被升为太子 沾世 为什么管不住太子 此时的李世民再一次犯了邪病 把张运古的死抛在了脑后 丝毫不给众人说话的机会 击毙太子 是 陛下 陛下 持去你的一切官职 退出宫区 眼看气氛有些压抑 太监总管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使了一个眼色 俩小太监颠颠地去擦血 此时脑袋发胀的李世民 看见有人在那摩擦 不禁生疑 你们在那干什么 是太子受伤 留下的血迹 太监颤颤巍巍地回答 陛下你儿子受伤了 流了一大滩血 这不正擦吗 太子坠马 受伤了 坠马 怎么回事 随后太监便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太子为母担忧以宴为师误设进攻 陛下大怒雨林出洞 太子仓皇误撞大树 重心不稳摔下马去 咔嚓腿舌了冒险了 李世民看着带血的抹布 心里闪过一丝愧疚 来到病房 他知道此时最担心城前的就是老婆 把事情原委道了一遍 让老婆放心 都过去了 到此设宴一事落幕 可是城前这一举动 不但没有换来母亲的康复 反而让母亲多了几分担忧 自己还落下了腿疾 更倒霉的是房玄陵无缘无故被罢了官职 你说老房他妈招谁惹谁了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太子犯错 魏王李太可就高兴了 在亲爹面前各种讨好卖乖 而李世民本来就是个慈祥的爹爹 如此一来可不就更加喜欢李太 太子看在眼里心中很不适合滋味 更尴尬的是就在这时 长孙皇后病逝 瘸了腿又失去母亲的太子 彻底黑化了 不仅性格变得阴晴不定 就连野心也无限膨胀起来 第二次玄武门之变即将上演 听说当时是我父亲亲手设此打伯的 陛下是天下第一宫 死在他宫下的何止千人 魏太子不过是其中之一 该下手的时候就要下得了手 如果有人某我性命 我也不会手软 本是同根生相间和太极 话说太子李成前救母亲切 到处乱射箭 结果最后母没救成功 还把自己的腿给搞瘸了 从此他就进入了迟来的叛逆期 不是和小男姑娘玩耍 就是进行排兵不振的游戏 只是看着眼前的小打小闹 实在是不过瘾啊 满足不了他那颗膨胀的心 所以李成前想到了一个人 大唐第一名将李靖 李老将军精通兵法 如果能得到他的指点 那这游戏可就精彩多了 我们什么时候去警教他们 殿下 何必舍尽求远呢 什么意思 我岳父 即精通兵法 阵法 侯军吉 他随时听候殿下召唤 太子很是满意 点点头针上当 你马上回去 我今天就要见到你的岳父 简短解说东宫 侯军吉终于将一只脚迈入了深渊 与太子同饮杯终酒 接下来进入作死环节 两人聊着彼此的处境 那是感同身受 太子被魏王妒忌 老侯被小人妒忌 这说着说着 太子就将话题引到了玄武门之变 自己身为太子 可眼下魏王与自己争夺敌位 是无人不知 陛下偏宠魏王也是无人不小 为了自保 希望侯将军给讲讲玄武门当天之事 也好能早做对策 六月初三究竟如何 以我们八百人抵挡住宫中的数千卫士 这还是黄玄陵的谋划 也就是挟持太上皇 这样无论宫中有多少军事 都不敢乱动 牵一发而治全身 好记 你侯军吉能跟我说这些 也就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 不过 以您的功劳处在如今的地位 那真的是太去彩了 看来我老爹不是很重视你啊 我若即位 当时侯将军明智时归 怎么将军不信 殿下说即位 是什么意思啊 即位就是登基 称为大唐皇帝 老侯听此觉得好笑啊 你是真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 那可是千古难遇的六边形的皇帝 你想跟他刻一下 你认为你有那个实力吗 太子认真倒不瞒您说 实力这方面我早已有了后手 只要我一声令下 汉王随即起兵 如今我最信任的就是侯将军你了 如果是有危急 侯将军当显当年之威风 我即位大唐皇帝 一定拜侯将军为三公之太位 位即人臣 老侯听此瞬间上头 打从侯军旗答应这一刻起 他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因为在帝王局里容不得你一个臣子左右横跳 不过说是这么说 之后的一个礼拜 老侯是天天晚上做噩梦 那他妈是造反的 不是造反的 本来这么大岁数了 安享个晚年挺好 怎么就脑瓜子一热就答应了呢 确实是好手 我怎么不会把手给他呢 这老侯婆子不解呀 怎么的 我这人老珠黄不入了你的法眼了 以后别碰我 我告诉你跟你守过吧 我只是做噩梦 有人把我的手给拿走了 哎呀 一想都不做噩梦 老侯婆子一听 原来是自己想多了 可转念一想不对劲了 老侯从来不做噩梦 肯定出事了 然后就劝他侯啊 听宝贝话 不管遇到什么难事 在还没有进入绝路之前 坦白出来 来得及 你要是心里有什么事啊 就说出来 说出来就好了 也就没事了 睡吧 他哪里知道 这事根本就回不了头 这老侯的噩梦还得做几天 咱先说说门神 这遇到了太平盛世 无仗可打 老伙计闲暇之余 学会了休闲养生 喜欢白色花纹的丝织服饰 而且迷上了灵药仙丹 久而久之厌倦了沙场 今天来就是想告诉李世民 自己想告老还乡 看到老哥哥有如此心态 李世民为之高兴啊 可告老还早 大唐还需要你们这帮袍子守护吗 这样 我答应你 一个月只上朝两次 行了吗 好 谢陛下 我先告辞了 实在是到了该负担的时候了 真就不耽误你了 好 不过吃担没什么好处 一定要小心 好 这我懂 那我告辞了 我先走了 看着老友离去的背影 李二世感慨万千了 另一边东宫 如今的太子有了侯军级的赞助 野心大如天 已经听不进去这帮老家伙的 尊尊教诲 他现在看见这老头唠叨就烦 于是派人给张玄速揍了 都说几家欢喜几家愁 太子这边憋着火 魏王可迎来了高光时刻 扩地质著成 这扩地质可了不得 里面详细记载了个正区名字由来 以及山川 物产 古迹 风俗 人物 历史等等等等 后期唐宋诸多著作军领用此书 李氏名义高兴 赏大大的赏 光赏还不够 打今儿起注到武德殿 与我的太极殿相邻 老殿没事还能隔三差五过去看看你 儿臣再谢父皇赏赐 如果没别的事儿 儿臣想先到武德殿去看看 好策划一下 来怎么编书 去吧 儿臣告退 这消息很快传到了太子耳朵里 武德殿比自己的东宫更靠近太极殿 什么意思 天心都不必人了 好等着呀 李氏名这一举动 让太子的逆反心理越来越重 命人去偷一头牛 斩成大块下锅熬顿 老子带你们过一过突厥的影 武德殿 不是那么好住的 帐篷大好了 只等太子下号令 好 开始 是 是 好 你们把头发缠好 五个人一组 为一个部落 你们去那边 是 还有你们去那边 是 有的东西一旦沾上就无法自拔 这种无拘无束 让太子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快感 可这种快感终究是短暂的 毕竟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梦醒后自己还是大唐的太子 一瞬间空虚 无力 悲伤 各种负面情绪夹杂而来 此时的里程前像个孩子一样无助 自从母亲离世后 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如今想找一个肩膀靠一下 都是奢望 对了还有她 现在能解自己心忧的只有衬心了 这边太子享受着雨水之乐 另一边李二斐也在憧憬着未来 可万万没想到 太极殿杵遂良见言 陛下 按照理智 应该长幼有别 幼子不应该超过兄长 即便陛下心爱幼子 也不应该超越 这样可以 必去嫌疑 免除霍乱 该尊重的不尊重 宁监之人就会承虚而入 以前 汉朝窦太后 宠爱梁孝王 汉宣帝宠爱 怀阳献王 都是不好的例子 因此臣以为 魏王府的费用不应该继续增加 甚至要减少 因为魏王府的费用 目前已经超过了东宫 是不合理智的 话音刚落魏征皆言 还有武德殿也是不妥 武德殿在你的太极殿 和太子的东宫中间 让外人怎么看 你嘴上说不费太子 可是你的做法 没有一样不是告诉别人 你有意改立魏王 虽然玄武门 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但是魏王住进去 恐怕 还是会不安心的吧 人们回忆了 朕应该想到这一点 这边李二肥还憨笑呢 首吃就到了 陛下首吃 魏王不得入住武德殿 仍住回魏王府 有的东西 你不给他什么事都没有 可是你给了再要回去 味就变了 李二肥知道 有人在背后开黑枪 可是老爹听了说明什么 说明老爹理智了 自己的机会渺茫了 都说服务双智或不单行 这道手的宠爱没了不说 老师王归也嫁和西去了 本来饱满的斗志 也随之离去了 人生如朝露 殿下 读书人不可以不红意 人生如朝露 感慨归感慨 但不可以丧志 谋太子的事 不能够放松 谋太子 谋太子 你让我拿什么谋啊 父皇那儿 该说的我都说了 该做的我也做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连一点可做的文章都没有 这房一爱一看 你个老妃想退缩 门都没有 我把宝都压你身上了 你不干了 我连转头门停的机会都没了 眼珠子一转 哎有了 我知道怎么弄太子了 随后把太子迷恋小男姑娘的事 说了一遍 只要把这是捅到陛下那去 不扒他一层皮也让他掉二斤肉 李二肥小眼一转 还真是个好主意啊 行这是我找人办 画面一转东宫 这小男姑娘又换上了女装 开始躲猫猫 就在这时大理寺来拿人了 太子殿下 陛下手持在此 捉拿东宫妖女衬心 与太子无赦 太子殿下 请随赤使 向陛下赴命 太极殿李世民等候多时 看见太子这火蹭一下就上来了 你说你玩什么不好 偏玩那不伦不类的 这太子叫你当的稀碎啊 随后手起边落 三边结结实实地抽在了太子背上 第四边刚抬手 太子猛地一转身 咔嚓抽脸上了 可太子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 因为愤怒早已侵蚀了神经系统 这一刻他体内所有的委屈与愤怒 一股脑地全部爆发了出来 陛下有马鞭 是家法还是国法 如果是家法 陛下是在替母亲惩罚我吗 你还有脸提你的母亲 我吃母亲的奶长大 为什么不能提母亲 玄武门那天早上 是母亲守在我的门前 手持短剑阻止任何人伤害我 而你今天伤害我 你杀了我唯一的人 只有他能让我想起我的母亲 你却杀了他 我犯了 我不再装了 爱咋地咋地吧 李世民看着儿子的背影 他不想这样的 可李承前也不想这样 但是为什么就变成了这样的 是李世民的偏爱 还是李承前的猜忌 其实归根结底是沟通 古时如此现今亦如此 有多少误会 是因为没能及时沟通而导致的 打从长孙皇后这座 父子之间的桥梁断了之后 如今的结果其实早已注定 接下来的日子里 太子变本加厉地叛逆 对突厥的自由更加向往 同时心里也在盘算着 如何不走寻常路地拿下皇位 但是筹划需要时间 暂且不讲 玄武门外一辆马车进了皇宫 女孩头戴红盖向后宫走去 此女姓武自明空 也就是武才人 经由杨妃引荐纳入后宫 先衍身吧 武士女起身 武才人那双灵动的大眼睛 充满了对新事物的好奇 多日后 就在太子和魏王争的 不可开交的档口 晋王李治却独善其身 他给自己的定位 就是逍遥王爷 因为就算大哥下台了 还有二哥 俩人一起完蛋的几率 几乎是零 所以与其自寻烦恼 不如自在逍遥 正是因为有如此心态 他才能静下心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结果就是自身的修为越来越高 锋芒自禄也是早晚的事情 第一个发现其不寻常的就是武才人 这天李治独自看书 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 自溜一下就过去了 以为是自己眼睛花了一回头 哎呦卧槽 这不是老爹心奈的嫔妃吗 可不同一般的王公贵族 他们哪 只懂得贪图享乐 而晋王就不同了 以前离得远 没有仔细看过 今天仔细一看 原来怡妃姐姐这么漂亮啊 当然了 只是 你一会儿叫我怡妃 一会儿又叫我姐姐 到底算什么呀 是我错了 请怡妃原谅 都说一件清心 小李治已经被武才人的美貌 和聪慧所俘获 告诉她希望可以在没人的时候 喊她姐姐 只是 不要叫别人听到 好 当天晚上得知皇上灵性了杨妃 武才人没有丝毫失落感 因为她已经有了新的目标 接下来的日子 俩人经常接触 感情稳步上升 这天马就 李世民带着武才人 看了看自己的爱马狮子聪 这马训了很久 但依然存有野性 武才人插眼如果是我 分分钟弄斧他 你会寻马 我不会寻马 可是 如果给我一条铁鞭 我就能制服他 铁鞭 铁鞭不行 就用铁锤 铁锤 嗯 铁锤再不行 就用匕首 割淡他的喉咙 李世民对他的想法很是不满 驯马是为了能为己用 如果想杀他还用你吗 驯马就像是天下要有耐心 绝不能急于求成 那样的结果就是亡国 懂吗 我是故意那么说的 应得 陛下教我 驯马一事 是武才人在李世民执政期间 为数不多的可寻之事 从这件事上 李世民也看出了武才人的过人之处 画面一转静王府 楚岁良等候多时 因为李志和老爹一样偏爱王子 让他帮忙弄点王羲之的尺度 这说来也巧 今儿还真就收到衣服 但是李世民有令 自己的东西谁也不给 没办法楚岁良只能擅作主张 把尺度拿来先让静王过过眼 然后再送回太极殿 见到真记的李志 那眼睛都快拔不出来了 只是奈何黄命不可为 他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赶紧临摹一遍 也不枉观瞻一次 最后一笔勾完递给了楚岁良 让其品评指点 这老楚接到手里脸色瞬间就变了 从不敢相信到不敢置信 从震惊到震撼 不自觉地脱口而出五个字 你再写一遍 李志无所谓 既然你想看那我就写没 反正我也喜欢写 这一次楚岁良看的不是字 而世人都说字随笔走笔随手用 手随心意有气势 看着李志由内而外的气质 楚岁良知道自己没看错 送走李志后 转了头就找到了司徒大人 长孙无忌 给他看了一符字让其点评 长孙无忌接过来展开一瞧 心里连连称赞 嘴上也没闲着 这字里行间透进了龙威 看来是出自陛下之手 好字好字啊 只见楚岁良笑着摇了摇头 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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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忌表情瞬间从淡定变为不可置信 可当初的楚岁良简直如出一辙 这字有 我就是想听司徒说说 这字里有神 不应该啊 怎么讲 我刚才猜 是陛下林写的 因为是陛下无论怎么写都是帝王字 帝王字 是不可以平议的 司徒说到了关键处了 这字里有帝王气 你这话非同小可 所以我说来请教司徒 这件东西不能不看 你借了我一个大货 暗眼下局势 太子和魏王是要不死不休了 不管是谁赢 都不可能留下另一个 这不是天上的长孙是想看到的 毕竟都是亲儿子 也不是长孙无忌想看到的 毕竟都是亲外甥 可如果李智能问底 这俩人就都能保住啊 来到晋王府再次看到李智 长孙无忌的眼神全变了 进了屋李智的话语间 透进了晚辈对长辈的尊重 举止大方而不失优雅 眼看舅舅被胡桃扎破了手指 二话没说一顿过 知道舅舅跟随父亲常年征战 腿上落下了风寒 没有一丝装甲的为其敲打 长孙无忌是越看心里越醒 大唐现在是文治天下 需要的是人德 李智的人孝与德行 比起两位哥哥有过之而无不及 眼下他的字里 更是透着上尉者的气息 这不正是大唐未来储君 最适合的人选吗 看着李智那双清澈的眼睛 无计行为啊 无欲无求方能容天下呀 随后想让外甥送给自己一幅字 李智一听您想要 那我可得好好写一幅 当舅舅的一白手 No 刻意的东西缺少灵魂 随心而发的才有意境 楚遂良说你的字 有帝王之气 不会吧 我只是写的时候 有些放肆 放肆有时候也未必不好 不放肆 它未必就是最佳呀 鱼儿在水里面 它不放肆 它岂能越龙门 老虎在深山 它不放肆 它岂能生存和成长 放肆于头脑 荡漾于胸中 说完带着灵帖起身离去 临走前还不忘告诉李智 以后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作为帝王的儿子 早已见惯了尔虞我诈 自然明白舅舅的意思 可是从来未想过夺敌的李智 心里是真没敌啊 转了天就把和舅舅的谈话 告诉给了吴姐姐 吴才人心里安息 看来自己没看错人 随后问他 你对你的两个哥哥有什么看法 他们太急了 那你呢 简简单单几个字 道破了二人夺敌的弊端 足以见得李智对大局观的判断 高于常人 武才人继续道 如果让你绞进来 你会怎么做呢 我不知道 不要满屋 真的不知道 他们是站在河流里的人 我是站在岸边的人 我不知道河流的力量 我不知道 武才人告诉他 小心锦身是好事 但是以后不需要了 有了你舅舅 你可以大胆地过河 当然还有我 与此同时太急淀 房玄龄身为司空 无暇管教太子 所以太子少师需要另责人选 如今能入李世民法眼的 也就只有魏征 主要把太子之前那通话 还真说进李世民心里了 他也明白自己做的确实有问题 如今魏征成为太子少师 一来他确实有才 可以教教自家傻儿子 二来魏征是自己的宠臣 这是在安太子党的心啊 然而李成前丝毫没理解父亲的苦心 他也没有看上魏征 因为他需要的是实力 魏征要权没权 要幕僚没幕僚 有个屁用啊 父亲不愿地敬了拜师酒 让他做少师 有什么用 他病成那个样子 连自己的命都快保不住了 可房玄龄是东宫的人啊 四年前 我父亲让他做我少师 他不做 我看他和他儿子房一爱 是一党的 那怎么办 怎么办 靠自己 我还是太子 汉王最近要到京师来吗 可以随时招他过来 叫他回来 我们要开始谋话了 还有魏王那边 要给他点厉害 随后招来侍卫和甘成姬 准备对魏王下手 阿基没废话弄死他分分钟 然后就利用赤燕 锻造了几根锋利无比的弩箭 都说树叶有专攻 看他这熟练程度就知道 绝对是老手 食指倾扣弩箭 瞬间穿透五公分的木板 就这力道射在魏王大脑袋上 就算干不透也能轻松扎进脑人 那真是想不死都难呢 此时李太和房仪爱 正在为弄死衬心而沾沾自喜呢 把衬心杀了 我呀 只想看看陈前 到底现在什么德行 他有什么好和我争的 话因为洛只听的搜帕 摔歪了 房仪爱护主心切 直接趴地上给魏王当肉店 怕其摔倒十颗伤 奈何魏王没能领会 在第二件射来时 直接趴桌子上 差点没给自己对叉起了 躲过一劫的李太 丝毫未露俱色 看来也是个狠人呢 他心里知道 不出意外就是他李承前所为 东宫当从那谁口中 得知魏王没死 太子并没有愤怒 因为做大事借急借躁 一次不行那就两次呗 下次什么时候 老伙计一听还他妈下次 可拉倒吧 那么大脑瓜子 我都快对上射了 都没射着 说明什么说明魏王命不该绝啊 太子一看 既然阿基已经心生忌惮 也不好抢求了 咱话说回来 真是魏王命不该绝吗 不然咱把时间 倒回一个时辰以前 阿基事件的时候 手臂稳如泰山 可这倒霉蛋为了壮胆 零行前喝了酒 烈酒下腹胆妈了 小脑他妈也妈了 于是这手就开始抖了 结果就是说大的脑袋都能射偏 还怪人李太有神灵护体了 所以说酒可以壮胆消愁 但是过量也会务事拘留啊 一夜无话次日 李太麻溜告状去了 父皇 要不是儿臣躲得快 你已经就正正地射住儿臣在这里了 父皇 父皇你有没有听儿臣说啊 啊 我听着呢 你不是没死吗 回去等着吧 调查完自然还你公道 父皇 你难道就没有想过 这可能会是谁吗 李世民怎么可能没有想过是谁呢 可事情刚发生 一枚证据 二没证人 再者那个很有可能的人 很有可能是自己的儿子 他现在也是心乱如麻 太子他早就按耐不住了 没想到 我大哥 竟不对我下毒手 他既然不害怕父皇的追查 这就说明 他连下一步都计划好了 够了 我已经下令 一定要追查到底 不管他是谁 一定要延长 好了你回去吧 让我记得一下 让李世民如此心烦的 不只是皇子之间的摩擦 还有那魏征早已卧床度日如年了 得知陛下和太子清临 魏征说什么也要起身迎接 让老婆给自己换上朝服 当儿子的极力阻止 可魏征告诉他 看着眼前这个须发解白 盘山不稳的梁晨 李世民突然感觉喉咙一紧 唇间未语道不出半句 哽咽地蹦出两个字 陛下 陛下 臣未证 一贯不证 无言一对 先生 我和成前 来看你了 陛下 我不能再 抚佑太子了 也不能再直言陛下了 虽然 你总是让我为难 但是 朝天 现在没了你 我总觉得 心里空荡荡 陛下 懂得我的心思 我却不懂 陛下的心思 从来说话 都不是陛下 喜欢听的 你要是懂啊 你就不是魏征了 李世民几度哽咽 看着眼前的魏征 没了直见时的不卑不亢 没了被整时的窘迫模样 也没了吃菠菜时的狼狈之想 李世民想着想着就哭了 相比其他功臣 自己和魏征相识的时间最短 但却是最娇心的 自打他做了建议大幅开始 十几年时间建议了二百多次 当众对李世民也不计其数 按李世民原话讲 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吗 怒到即时恨不得首刃当场 但每次冷静下来 都会庆幸得此良臣信也 正所谓恨之妾则爱之深 两人之间少了其他人的恭维奉承 有的只是真诚 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东西 孟子云均之是陈如手足 则陈是君如复兴 李世民做到了 魏征也做到了 如今尤禁灯窟 他魏征唯一的遗憾 就是自己心里全是社稷名声 没能照顾好这一家妻儿老小啊 魏征为了大唐奉献了半生 他无悔 李世民为他了结了身后院 他终于放心了 所有一切也都放下了 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最后深深一败 算是道别二人今生的君臣勤奋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李世民受了这一败 怕是永别了 临别前 魏征将十六年前写好的十四书 交给了李世民 自己不在了 希望此物能时刻告诫李世民 怎样做好一名合格的皇帝 是魏征写给我的十四书 要我怎么样做一个地方 过一段时间 我就拿出来看了 可是他没有告诉我 我的儿子们互相残杀 该怎么办 他也没有告诉我 他魏征走了 我该怎么办 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李世民经常会梦到魏征 独自离巢 而魏留半句谏言 他想留住他 可身体不能动分好 终于带来的还是来了 是魏征吗 回陛下 是魏征 左光路大不了路 爱此上是魏征 左光路大不了 郑国父 爱此上是魏征 真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日 魏征逝世 享年六十四岁 葬于昭陵临近太宗墓 李世民还下令 按照一品官员规格置办葬礼 灵就插满羽毛 命令官员九品以上的都去奔丧 至于李世民本人 真正的宋别没有长听古道 就是在一个和平时一样的清晨 有的人留在了昨天 却把思念留在了今天 望着宋灵队伍的方向 李世民深深一败一表敬意 一代良辰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一段千古佳话也就此谢幕 能把魏征当作自己的镜子 才是李世民对他最深厚 最高尚的褒奖 而魏征死后没多久 太子就研究研究 收拾收拾 准备造反了 不过尴尬的是 李承前虽然是李世民的儿子 但他终究不是李世民 玄武门之二便失败了 太子与其一众参与者直接被擒获 当然也包括侯军级 李世民不想让池木功臣被刀比小力折辱 准备自己亲自审问 陛下首事 引侯军级进太极宫 陛下亲自审问 是 太极殿上面对李世民 老侯是死不承认的 什么造反 不知道 李世民见此之道多说无意 直接上证据 你把刚才的事情再向陛下说一遍 侯军级 哼 不成官职 不成孽妇 与家奴无依 既然陛下不想让官吏侮辱我 我也不想让家奴侮辱我 一切我都认了 如果说老侯第一次下狱是自食苦果 这第二次的造反就有点欲人不输了 遇上这样一个孤业 也算是上辈子造孽了 亲手给老丈人挖好坑田上土 如今老侯认了罪 李二也是嘴发苦 谁都可以不听话 可你侯军级不能不听啊 我让李靖教你兵法 生你做力不尚书 把垂手可得的高昌与你加工 就是给你接下来出将录像做准备 结果你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啊 但李世民这人就是念旧 回想当年混社会的时候 侯军级跟在自己身后风里来雨里去 从未退缩过 也无一句怨言 他李世民忘不了也下不去手啊 还记得我曾经为了党人红 为了高增生 请罪于天吗 今天我想为了侯军级再求一次 你们能答应吗 都说人分三六九等 是有轻重缓急 以前你李世民为党人红和高增生求情 百官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贪污和诬告的罪名再大 也不至于让舆论翻天 可侯军级造反证据确凿 必死无疑 他不死那就是在告诉天下人 谋反不是大事 只有朱砂才能彰显律法 你听见了吗 军级啊 看来我们只能在这个地方说永别了 今后我只能到林烟阁去看你去了 陛下 臣告退 临行前 侯军级向李世民提了最后一个请求 自己死有余辜 但功绩不是假的 他想留下一子祭祀自己的功绩 李世民答应了 并且老婆孩子都给他留下了 将其流放领南 从玄武门一直侍奉陛下 我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 我实在是自己 但我自己 到此 开国功臣侯军级死于长安街头 此次造反的其他成员也均被判处死刑 五日后问斩 最后说到了主谋里程前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在等一个人 我也在等 说吧 你们说吧 怎么处置太子 怎么处置我的儿子 陛下 将军劝早 谋法 应当斩首 不过太子到底是陛下的骨肉 臣以为陛下如果能仍是慈父 太子可以终其天地 这当属最好的结局 可以这样吗 陛下可以手持 我们照办 你们先退 这下 此时的李世民仿佛像晚秋的垂柳 没了初下时的蓬勃之气 只能看着毕业一片片凋零离自己而去 却无能为力 再次见到太子李世民问了两句话 你为什么 你不是太子吗 对此里程前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反问了李世民几个问题 一自己做了十八年的太子 做错过什么 应该没有 二做太子期间他贪图过什么 应该没有 三自己代监国事可有披露 你处理朝政上好 那陛下 就是担心我的品德 对 你担心错了 十八年来 我性格未改 十八年来 你认为我处理朝政上好 十八年了 十八年来 难道还不能证明我的品德 不会影响我处理朝政吗 我知道 我不是太子了 父亲 几句话对得李世民是呆呆发愣 他觉得程前说的有道理 可是自己又错在哪里呢 他想不通 而李程前继续问他 为什么要偏袒魏王 难道不知道朝野会议论吗 为什么要让魏王住进武德殿 难道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其实你什么都知道 可你什么都做了 不是吗 我在问你 为什么要谋反 我就是在说为什么谋反 谋反是为了自救 自救必然谋反根源 我知道我已经不是太子了 明天就伸手一冲 我都知道 父亲 在离开你之前 我只有一句话 如果陛下封魏王为太子 朝野沸腾 究竟是我的错 或是魏王的错 还是陛下的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任何无法挽回的结局 都曾有一个递进的过程 李成前的下场 到底是谁的错误更多一些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评价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六 李成前被罢除太子之位 贬为庶民 数日后太极殿内 李世民和大舅哥正在闲聊太子之位 毕竟这大堂需要一个太子 成前就这么废了 太子之争就算结束了 无忌一听结束了 这不扯淡吗 李治还没开始呢 我的儿子里边 有谁还能强过青鸟呢 青鸟 无忌在润口之余 大脑飞快地想着说辞 首先卫王在读书方面确实过人 但是其短处也极其明显 青鸟孝吗 孝不是青鸟的长处 这就对了大堂以孝为国本 如今四方安定天下当以文质 这帝王身上的孝就更加重要 孝是谁的长处呢 锦王李治 李治 这倒是 可说是这么说 卫王终究是自己最宠爱的儿子 李世民还是更看好他一些 想了想于是将二妃叫到床前 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问你 你会怎么醉了你的弟弟们 比如 治奴 治奴 也有孝心呢 这个很简单吧 等我去世以后 我就杀了我的儿子 传位给治奴 父皇 你要喝水吗 喝水吗 也好 不 我不喝水 我是说 你当太子 也好 父皇 看着装模作样的李太 武才人不能坐以待毙啊 于是这消息从他的嘴里进了李治的儿 最终传到了长孙无忌这里 长孙无忌听完可就不淡定了 自己做了这么多功课 结果不考试了 那能行吗 他让李治待在自己这里 哪都别去 随时等自己召唤 我去找你爹 太极功 年少征战的李世民多露宿郊外 久而久之染上了风急 这岁数大了 病痛变本加厉的来了 睡个觉都能疼醒 无忌 在 你也随我打仗 你怎么没有风急啊 无忌当然不知道啊 其实经过后世研究发现 他们李家可能有 心脑血管方面的遗传疾病 李渊 李世民 李治都得过这种病 这李世民疼着疼着就想起了李太 告诉在场几人 自己身上在疼也没有心疼啊 我那二宝告诉我 只要他当上皇帝 临死前会杀了自己的儿子 来保住我的儿子 你听听天下谁不爱自己的孩子 我听了 我这心里难受啊 陛下 这是什么话 他是太子吗 您答应他做 做太子了 李世民一点头 无忌一回头 楚穗良冒头了 陛下别听他的 纯他妈忽悠傻子 老话讲虎毒不食子 您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李渊吉活着 您会弄死你儿子让位给他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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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这不就结了 再说了刚刚发生了刺杀魏王事件 为什么 不就是为了扫除登基前的障碍吗 只要魏王做上太子 悲剧百分百重演 因为魏王吃过亏 不除成钱和李治心不安啊 不行 咱们能够处置制毒 不 不 不 可事情就是这样啊 可事情就是这样啊 不 不 不能处置之主 你不能轻率 不 再想一想 再想一想 为什么急于立魏王啊 啊 我找方玄陵李世纪来 啊 咱们再重新议论太子 啊 啊 能站在权贵巅峰各个都是影帝 这脸说变就变 让堪门甲马上去找房玄陵和李世纪 让堪门已马上回府把晋王叫来 让堪门禀加大对魏王府的监控 不能有一点风漏进去 于是这屋里的李思行坐不住了 因为他是魏王的人 如果再不报信 自己的仕途也就到头 然而这才刚爬起来 中书侍郎止步 面对长孙无忌 老伙计是半点脾气没有 乖乖坐好 无忌这边给妹夫整整衣容 一会商量事不能损形象呢 这帽子刚戴一半 李世民突然问他 你会背叛我吗 这长孙无忌下的血都凉了 陛下你怎么了 我是无忌是你大舅哥 不冲别的就冲我妹妹 我也不可能背叛你啊 我们要本大事情 为什么那么多人背叛我 陛下 陛下陛下 您要镇静 您要镇静啊 你们这些人跟我打天下 我给你们官职 给你们地位 给你们荣誉 给你们富贵 难道真的就不能够富贵吗 眼看着李世民情绪越来越激动 无忌之道乱则生变 马上点到主题 我们不就是在商量一个 那我伤心的是 我的儿子 我的兄弟 都不能跟我 共富贵 为什么 这都是为什么 陛下 您要镇静啊 陛下您看 我们我们都在陛下身边 我们议论新太子在陛下身边 防玄灵异机灵议论新太子 不是定位王了吗 完了看来事情有变了 此时的李世民也不知道是有意为之 还是真的进入了癫狂 抱怨着这世间不公 自己的兄弟背叛了自己 儿子们还相互残杀 他烦了他厌了他失去理智了 他觉得没有人值得相信了 陛下 你 陛下冷静 你以为你不会背叛我吗 还有你 你 陛下 陛下 还有你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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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您要安静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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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民荣马出身 在他心里帝王不但要具备人孝德行 更要具备因为果敢 看着仗剑而立的小儿子 李世民恍惚了 这孩子可以当太子 陛下英明 我们不反对不异议 谁要反对 陛下吃我这样 谢陛下 父皇 我把你的刀收好了 就这么定了 陛下说了 就这么定了 都说打铁要趁热 长孙无忌建议马上召集百官敲定此事 在百官齐呼晋王的声望中 玄陵死了新晋王得了心 无忌放了心太宗安了心 李世民告诉百官选晋王的原因 如果李太做了太子 成前和李志一个都甭想活 可李志做了太子 以他的人孝俩哥哥绝对都不会死 最后为了避免夺敌重演 立下规矩打尽起 如果太子无道亲王想谋去 二者同事罢黜 只要天下还信礼 这规矩就要传到底 交代完正是说了说私事 自从儿子们成年后 李世民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 老爷子的不容易 先王为了让朕和朕的兄弟们 不要为了皇位而流血 他说过破国成家的话 朕当时就想 难道国和家 就一定不能两全吗 朕没有先王的勇气 真不能为了儿子 把一个国家拆散了 就这样 你看看朕的家成什么样子了 虽然没有流血 但是这个家还像个家吗 难道帝王的家就一定要这样 回想当初的李世民 率兵征战四方 面对千军万马虽偶有败己 但从未怕过 可如今得了天下做了帝王 没想到面对几个儿子 却败得一塌糊涂 而就在李世民老累纵横时 魏王再次犯了病 待数百轻卫手持兵器直逼永安门 李世民得到消息 把制止任务交给了房玄灵 因为他知道冲着防疫爱的份上 他也会把事情化小 从而保李太无恙 果然老房直接命人 把魏王和轻卫分开 让李太单独走肃张门 为其撇清造反嫌疑 没有陛下的手持 你不能离开北院一步 你就不担心你的儿子吧 你 你不乱说乱动 或许 还有希望 在李太笑声中 李治正式被册封为太子 一个吃瓜群众从此踏入政坛 为了巩固其地位 李世民命长孙无忌为太子少使 房玄陵为太子少府 李世纪为太子公詹氏 于智宁和马周为太子公左树子 楚岁良为太子宾客 至于李太 也在七天后被摘掉所有头衔 将决改封东来郡王 原为王府官署全部将职放逐到岭南 到此夺敌之争彻底结束 李世民下令放逐李承前到钱州 也就是今天的四川蓬水 李太则被放逐于军州 今天的湖北丹江口 在俩人上路前 李志求到了老爹面前 城前青鸟二人 离开长安时 只能携带随身衣服 清醒 着实可怜 他二人虽有罪 但毕竟是儿臣的兄长 也是陛下的亲生骨肉 望陛下能网开一面 儿臣不求陛下能赦免他们 只求他们衣食丰足 身体安堪 看着弟弟穿着本营 属于自己的衣服 李承前心里是百般滋味啊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仿佛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 如今梦醒了 却什么都没了 放下接来的施舍 为自己留下最后的一点倔强 转眼一年有余 李世民越渐衰老 都说人越老想得越多 他李世民也不例外 这天还特地来到县林 跟老爹说说心里话 告诉他老大老二被流放了 老三理智上了胃 可他总感觉这孩子缺少帝王气 要不要给换了呢 这说着说着就绷不住了 可怜天下父母辛纳 为了缓解忧愁来到林烟阁 看了看墙上的老伙计们 李世民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 这话说回来 玉池尽得哪边可以理解 这秦雄为什么拿的是毛呢 你看给李世民气的 回到太极宫 李世民找来了长孙吴继 跟他说了说太子的事 经过一年多的观察 总感觉李治缺少阳刚之气 我现在怀疑当初 是不是中了你们的血 那一瞬间的英姿 为什么再未出现过呢 吴继眉头一拟 你啥意思啊 李世民也不瞒他 你说李治那小身板 能扛得起大堂吗 别搞成三世而亡 可就凑蛋了 不瞒你说我想换太子了 经过接触 我发现吴王李克不错呀 与我极为相似 遇事果断临危不乱 你说李他为太子怎么样 长孙吴继都无语了 你是真老糊涂了 还是真老糊涂了 成前和清了的苦果 你还没吃够吗 太子是什么 储君 你说换就换 你让李治怎么想 如果真让李克上了 他会不会觉得李治会报复 那李治又会不会真报复呢 报复来报复去 最后全报复在你身上 他李世民虽老但不婚 这话都说透了 他自然知道轻重 于是轻拿轻放的 不再提及此事 可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 李治登基的第四年 高阳公主和房仪爱策划 谋反败露 李克被无故牵连冤死狱中 看来和李世民 这次谈话不无关系 李克临死前的一段话 也透进了对长孙吴继的恨意 言归正文去漠北的使者回报 薛言妥以军事演练为名义 杀掉上百大臣当场师兄 多数块丢入水沟 一举在漠北称王 并且切断北方小国 向大唐进贡的通道 各小国被欺压得苦不堪言 因此求大唐出兵揍他 李世民一听 那好兄弟得讲义情 这帮哥们年年进贡 自己这当老大的不出头 让别的小弟怎么看 再说了打一个小小的薛言妥 不分分钟吗 这要亲率大军 讨伐这个薛言妥 陛下不可 漠北路途遥远 梁末运送艰难危险 薛言妥 精于防守城池 不义攻打 陛下亲征 臣以为不妥 行了 朕知道了 陛下 臣也以为不可呀 要说马舟的话没道理吗 当然有道理 李世民也知道 可他有自己的算盘 那就是历练太子 因为李志生在温室 没见过狂风暴雨 他要趁着自己还能动弹 让太子知道一个国家 不单单需要文质 关键时候还需要武力 打和制都不容易 有了这场战事 就能学到很多东西 争较名利 判断战机 考察官吏 这些在太平年间是学不到的 吴济明白是明白了 可是要学这些东西 太子得留在都城 咱这一去最少要一年有余 就他那羽翼未封的官僚体系 您不怕他被人携天子 以令诸侯吗 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说得对 那好 我把制度带走 留下房玄陵 掌管朝政 再多留一个人吧 最后决定将口之心快 而不招人待见的 萧宇留在洛阳 以做牵制 这样他房玄陵 为了避免口舌 做起事来也会再三思量 交代完一切点将台 鉴于李治第一次征战 李世民丝毫不吝啬地指导着太子 你看这些是大谷 还有那个 那是骑兵 李治看得是连连点头啊 而等这爷俩前脚刚上路 长安就出事了 一个脑袋感觉不太灵光的小伙 说有重大机力要上奏司空大人 很严重的事吗 我是来告密的 房玄陵一听事还不小呢 一个眼神是从退下 小伙起身就想进屋 老房一摆手 别进来就在那说 小伙黑黑一笑 当着房玄陵的面 居然说房玄陵要篡权谋逆 联合外邦企图侵犯大唐 这老房乍一听没听明白 什么意思 你是说你要见我 为的是告我谋反事吗 听到他再次确认 房玄陵没废话 直接命人把这个小伙子 快马送到皇上那去 交给皇上发落 简短结说 李世民了解了来龙去脉 就一个自斩 都说用人不疑人不用 如果因为一个阿猫阿狗的挑拨 就让君臣之间产生了嫌隙 他李世民也就称不上贤德之君 多日后李世民到达洛阳 这大军还没出发 先行的粮草就出了问题 打仗打的是什么 就是粮草 这粮草都能误使 还当什么官 没听 此人是 快也是张副职 要回场 是 看似是很正常的一次失误 其实是长孙无忌和储岁梁做的扣 因为被抓的是李承前和魏王的党羽 这为了稳固太子地位 无忌和储岁梁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杜楚克被贬为平民 冯一爱虽然没有储制 也没有 现在除掉了围庭 随人师 就只剩下一个 陈文本了 前魏王 只是被流放 都说服务双制祸不单行 粮草尚未解决 另一个恶号随之而来 贞观是八年十二远 李承前郁郁而终死于钱州 年仅二十七岁 按国公的待遇 埋葬成奸 是 李世民再次想起与儿子之间的矛盾 可能剩下的只有自责 惋惜和心痛 九十多年后 承前因为有个好孙子李扩之做了宰相 唐玄宗下诏追赠李承前为横山王 陪葬昭林 也算让这个孤独而叛逆的大孩子 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再说具体外话 在剧中李世民轻征薛颜妥 但在真实历史上应该打的是高沟黎 当然这都不重要 说回正题 李承前的死亡确实拦住了大军的脚步 但没拦多久 毕竟此次干高沟黎那可是清征 付出的人力物力不知道有多少 因此李世民很快就收拾好心情 继续朝着目的地前进 不过在出发前经过和无忌商议 李世民决定把太子留在定州 以免不测 贞观十九年二月 李世民从洛阳出发东征 临行前告诉太子 此战不归战甲不屑 一路上与士兵同苦 历经数月到达北京 另一路的李世纪从辽宁朝阳出兵 一路杀到了辽东城 和攻打新城的李道宗会合 两军合力转攻盖木城 也就是今天的腐顺 十天之后攻下该城 得俘虏二万粮食十万余食 随后与东进的李世民会合 一举拿下辽东城 改名辽州今天的辽阳 到此近半年时间 一共拿下十座城池 稍作整顿直逼安市城 今天的辽宁安山 大战一触即发 这一打就足足打了将近三个月 马周说过 高沟黎金鱼防守 其顽强程度远远超出李世民的预料 眼见冬天已经来临 水会结冰不利于士兵前行 况且这么长时间下来 粮食已经没有多少了 这不禁让李世民心声退役 此时的他突然想到了魏征 臣参见陛下 臣以为此事不可如此行 臣再说一次 此事不可行 不可行 万万不可行 如果魏征还在的话 也许真的不会有此一战 随后李世民命人回去后到魏征坟前 用以朱阳祭奠 另一边李世纪也因为严寒病倒了 御医料了抵着病没救 除非利用天方龙须灰 李世民二话没说 手起刀落一撮胡子就下来了 烧灰入药就其一命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和御医做好的扣 让其欠自己一个人情 谢陛下 我有句话想对你说 你听着 记住 我选了很久了 为了太子 我选了很久 如果我有万一 你是可以脱孤的人之一 陛下放心 臣绝不辜负陛下的主托 报 报陛下 外面下雪了 李世民知道不能再等了 马上撤 可就这样紧赶慢赶 还是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暴风雪 冻死了不少士兵 经统计这一战唐军克时程 迁徙到中原的百姓七万 斩敌首四万自损两千 但是这两千是三大战役的两千 还是整个战役的两千 那就不清楚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战果是辉煌的 可是对于学霸李世民来说 这次没能考满分彻底灭掉高沟里 仍是有不小的遗憾 但值得欣慰的是 寻到一年轻将才薛人贵 唐军回到定州 太子早已等候多时 李世民也兑现了承诺 此战不归战甲不屑 太子颤抖着为老爹更换衣物 没想到内山早已和血肉粘连 没吃过苦的李志 哪见过这场面 连害怕但心疼 眼泪可就止不住了 正所谓以身作则 他李世民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帮助李志成长 也真算得上用心良苦了 回到长安 李志进行了自我吸收 看来此次东征是受益匪浅了 贞观二十一年高世连病逝 享年七十二岁 对李世民来说 这帮老臣没死一个 就带走他的一份记忆 他高世连不但是贞观功臣 还和李世民多了一层亲戚关系 所以他想亲自送高世连最后一程 可是东征归来身体虚弱 还刚服完仙丹 这吊丧对他来说是大忌啊 长孙无忌是死活不同意 李世民是死活要看的 陛下 你为什么变得如此顽固 魏征走了 你就不听人劝了 魏征在的时候你言听计从 魏征说了 您也听了 虽然我跟魏征有些过节 但您听了我们都觉得踏实些呀 陛下 难道没有魏征 就没有李世民吗 陛下 您得听人劝呢 几句话透进了长孙无忌的用心良苦 李世民走了 但心意尽了 太极电 李世民招来了张亮和肖宇 之前说了肖宇留守洛阳 用来牵制房玄灵 这一年时间里老伙计是憋得够够的 咱知道肖宇忠心没得说 要不身为武德老臣 李世民也不可能留他 可这老伙计心胸狭隘不容于人 甭管是谁他都能挑出毛病 这房玄灵掌管一年朝政 和下面关系打得火热 他就认为老房有谋反之嫌 房玄灵跟中书和门下的官员 结成党羽 辜负国恩 手握全是 秦通一体啊 陛下却不知道 他们只是差一点没有谋反呢 太过分了 但是还没有像你说的 好坏不分 中间不变 我没糊涂到那个程度 看李世民的态度 知道自己失言了 恰巧李世民调侃张亮 说你在朝堂上念佛 干脆去当和尚去吧 这笑语为了找台阶赶紧插言 我一直想出家为僧啊 是吗 是 好 我成全你的意思 啊 我 陛下 我现在 还不能出家 退下去 陛下 正所谓言多必失 李世民当然知道他是无心之言 可问题是不想留他 自己的班底牢不可破 随他妄言 但等李治上位 就未必能经得起他的挑拨了 随后下诏 萧羽有心出家 却又出而乏而 如此反复合为栋梁 夺其爵位贬为商周刺史 明天一早 你就把赵令发出去 是 父皇 佛 真的不可信吗 可信不可信 我不管 重要的是 你要有理由 处置一个人 明白吗 画面一转 李世民已经躺在床上 起身都难了 不得不考虑身后之事了 这最不放心的 还是过于柔弱的李治 于是找来长孙无忌告诉他 自己的身子骨需要静养了 在这期间天下只能交给制奴 可他不放心呢 因此他想在李治与义彻底丰满之前 把大权交给无忌 这样会打消许多 心怀不轨之人的念头 另外朝政方面 还需要一个可信之人 房玄灵在 没错也只有房玄灵了 可之前萧羽也说过 他有结党谋权之前 虽然李世民不信 老房也不敢 可是到了现在他不能不想了 都说是随人变 自己活着没人敢搞事 可自己死了就无法保证 百妖不会翻天 您如果信任我 我会压制房玄灵 大唐皇帝令 命长孙无忌 这里简教中书令 知尚书门下行事 军国术士 国论大小 既由长孙无忌处决 然后奏文 贞观二十二年 正月二十六日 谢陛下 此时的李世民眼睁睁地看着江山 交于他人之手 脸上血满了不甘 但是虚弱的身体 不得不让其心叹 随后起驾翠微公避暑静养 可养着养着突然有一天 太监来报 司空房玄灵要不行了 李世民的心情再一次跌到谷底 身边的老陈一个接着一个地走了 看来贞观真的要羡慕 我要去看他 一路担忧来到房府 看到眼前的公骨之臣 李世民双眼微微放红 玄灵 玄灵 听到皇上来了 房玄灵努力地睁开眼 可身体却动不得分毫 要说魏征的死如是一臂 他房玄灵地卧床不起 真的是失去一臂 临终前 老爷子给老友留下两句话 老子说 这族不辱 知之不淡 知道满族 不会受到羞辱 直到时刻而止 不会遇到危险 房老爷子知道李世民爱冲动 能叮嘱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看着老友即将游进灯窟 李世民除了悲痛 什么也做不了 回想过往一幕幕 不禁黯然泪下 公元648年房玄灵去世 享年70岁 藏于昭灵 一代名相 政治家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贞观23年2月 观中再次迎来大汉 遗憾就是三个月 李世民心细苍生 苦作七天终于赶化上苍 迎来了第一场雨 可身体也彻底垮了 再次起驾翠薇公 尽心修养 这一睡就是三天 李志硬生生陪了三天 最后实在困不醒了 才换了五才人 第四天李世民醒了 第一件事就是叫太子 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 死后能留给太子的也不多了 能用之人只有旧哥长孙无忌 楚岁良和李世纪 无忌和楚岁良没得说 一个是本家亲戚 一个是本家亲戚的死党 唯一不确定的就是李世纪 李世纪本姓徐 叫徐世纪 你爷爷赐给他李姓 他才叫李世纪 李世纪这个人无懈可击 无懈可击是最麻烦的 你对他没有恩德 你继位之后 恐怕他难以效忠你 这是我最担心的 我要把他贬到隆兮 不需要任何缘由 我来做这个恶人 如果他马上离开长安 你继位之后就着生他为蒲业 你对他有恩了 他就会效忠于你 但如果他拖延就立刻把他杀了 去吧 安排赵令下吧 太子听完交代 马上派人回长安宣读赵命 直接将李世纪从太子宫战士 贬为蝶州都督 即刻上任 李世纪是个聪明人 他清楚地知道 这段时间自己没犯任何错 如今却被无故贬值 很明显罪翁之意不再久了 他知道到时候了 这圣旨一接 就代表接了托孤之任 而且表明即刻上任 这是让自己表忠心的 既然要表那就表得彻底一点 随后一主一扑两匹马 直接奔往蝶州 要师府上 李静从昆仑奴口中得知 李世纪家都没回直接赋任 不禁连连称赞此人聪明啊 看来李老虽已隐退 但心里还是装着设计 可从此事上也能看出来 李世纪准备交接了 贞观结束了 自己也将被新翻开的历史篇章所掩盖 看着红服女翩翩起舞 思绪不自觉地回到了战场上 随着战马和士兵奔向远方 再也没能回来 贞观23年4月23日 大唐第一名将李静刻然尝试 李静将军 他去了 老人家 又79岁了吧 是的 伍记 在 就把他 埋在我的陵墓旁边吧 知道了 李世纪还想去送李老最后一程 可身体不允许 只能在远方为其败别 李将军啊 路上 真重啊 送别了李静找来了储碎梁 交代了后世 希望自己死后俩人能尽心扶持理智 也不枉自己栽培你们一回 交代完又招来玄奘 让他给自己读读佛经 虽然不知道玄奘在东南些什么 但李世纪却觉得格外心静 不自觉地回想起过往一切 仿佛又经历了一次轮回 玄奘口中范音将落 李世纪突然想到一件事 都说佛家讲公养 这公养可算修行 算的 那我死后让后宫嫔妃全部出家当逆姑 算不算公养呢 是的 行了就这么定了 这李世纪说话算数 死后真就连窝端 让后宫嫔妃全部出家为你 其中就包括武则天 当然这是后话 接下来的日子 李世纪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已经到了尤靖灯枯之时 最多不过三日 看着刚满21岁的太子 为了担心自己双鬓已爬上白丝 李世纪心疼但也欣慰 如此孝顺也算无憾了 第二天李世纪叫来了无忌 此时的他开口说话都费尽了 可心里依然有放不下的东西 只能以止代言 李世纪他走了 没有回长安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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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想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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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无有不散之言习 世间又有谁人能不离 该来的也该来了 此时的李世纪没了后顾之忧 能交代的都交代了 这最后一天留给自己吧 让武才人将蓝亭集序拿来 自己看是看不了了 让他给读一读自己再听一听 如果自己走了 将蓝亭集序留在自己身边 随在魁筹 牧春之初 迷流之际的他 仿佛看到一匹野马奔来 自己翻身上马 重回少年 单臂怒弯大羽公 雄姿右线 在展霸气模样 和老友们争战四方 一路索向披靡 万丈豪情是争天地 慢慢地自己越飞越高 看着自己打下的疆土 阎开了 心定了 终于踏入仙境了 公元649年 贞观23年5月26日 在李治的一阵阵哀嚎声中 唐太宗李世民驾崩于中南山翠薇宫 年仅53岁 历史长河中的一颗耀眼明星缓缓暗淡 直至明灭 回首贞观之志 无忌的一句 贞观就要有贞观的样子 点明了此句的核心 当贞观被定为年号的那一刻起 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 建造一个繁盛的大唐 贞观之志之所以想撤古今 离不开每一个人的付出 自以为是的赵德言 晚节不保的侯军吉 无懈可击的李世纪 忠心为主的长孙无忌 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 文神二人祖御池宫 秦书宝 被称为防谋杜断的防玄陵 杜如慧 大唐战神李靖 执剑梁臣未争等等等等 最后是我们的千古一帝李世民 他带着若干忠臣梁将完成了中原统一 并在阔江土打出国威 方使四一兵符万国来朝 让大唐的影响力辐射至全世界 让贞观成为智氏标杆 后世楷模 继攻在当代又责润后世